所以说大家要躲避 我一旦中招了 肯定会对你有危害 首先第一个危害 就是说 你害怕失误 害怕失败 掩盖 或者是血腿鸟 眼不见为硬 你这样 明明是小亏损 到最后 你有可能出现严重亏损 因为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 你没有采取相应的风险 风险风控 风险控制测试 比如说 我全部止损 或者是少量止损 对吧 或者是一部分止损 反正你就是什么也不做 而是消极的面对 就是看 我就看 我就看 我就看你 我就看你能跌到 最低能跌到多少 就这种 如果说 就是说 如果说你经常这种 抱着这种态度 就是说你找 就是说你一定会出现 一定会吃大亏的 一定会吃大亏的 找碗的事 第二个 就是说 对养入人的影响 你有这种 就是说 不知不觉 就是没没逃过这个坑呢 你会出现啥 就会出现 你柄 就是摒弃了学习的机会 实际上学习 是让人进步 最大的一个因素 因为呢 你面对这个行情 因为这个养猪行情 是波动 是正常的 然后你面对这个行情 波动呢 对吧 好的时候 大家都会过 但是特别是亏损的时候 你炸锅呢 你不要急急的应对啊 然后呢 你才能说增加下吃啊 或者是以后 呃 总的一个 获胜的一个概率啊 也就是说 你要是在这个亏损中呢 或者是超 就是卖猪呢 卖 就说所谓的卖 卖亏了 那就是失误了呗 你要是进行反施啊 然后得到一个 对吧 经验 总结一下经验啊 嗯 当然呢 就是说 呃 这个鸵鸟心态呢 在我们卖猪过程中呢 会产生消息影响 对吧 就是说 我们养猪人呢 应该怎么面对呢 对吧 怎么面对 就是我们首先呢 要找到这个 鸵鸟心态 产生背后的原因啊 产生背后的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 呃 对吧 就是说 呃 每次卖猪时啊 就是我们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 出现这种原因呢 啊 就是或者是 我给大家提出来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 哎 我 我感觉我好像 出现这种问题了 那你就要正确的 分析一下 就是说 及时分析一下 就是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所有的问题呢 它都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我们需要 对吧 你彻底的 你彻底的抛弃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你是害怕呀 恐惧呀 还是真的 就是说 我判断失误 对吧 主观的客观呢 呃 分析的不到位 呃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养住人应该怎么做呢 养住人应该怎么做 就是说 呃 我们应该 正确的面对啊 就是说 如何能避免 鸵鸟心态 就是我们要正确的面对啊 我们卖猪 过程中的失误 不要爬出处啊 就是对于 呃 养住人来说嘛 卖猪呢 是你一个常规操作啊 常规操作 就是胜败呢 乃兵家常识 没有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说卖猪 一直卖鸭子啊 对吧 就是 只要你养猪 你吃 不间断的卖猪 或者是长时间的卖猪 一定会遇到亏损 一定 这是一定的 对吧 当然有的人会抬杠 或者摘互联网台 我 我一次都没 就是吧 我一次都没卖 那个什么 没卖亏过 那纯属扯淡啊 谁信谁是傻子 谁信谁是傻子 吹牛吗 对吧 有的人说话是真话 有的人说话吹牛 你把吹牛当成真话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啊 只能说你也不是特别理智 啊 这里我就不说什么什么 快手啊 等等这些 这些这些倒霉的平台了啊 因为 傻人太多啊 都都不够骗着分的 呃 那个那个 对吧 所以说就是说呃 有人说 哎呀 我我这个卖猪 我就没卖 对吧 我每次卖的都挺正 都是都是这个 没头掉之前卖的 就是如果说你有这种思想 我觉得你呢 就是说还是太年轻啊 或者你养猪年屯比较短 对吧 只要说你养了时间足够长 你卖猪的次数足够多 你一定会遇到亏损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要正确的认识 卖猪出现的一个失误也好 亏损也好 换成说就是错误也好 对吧 或者我就是卖猪出现了判方向性错误也好 这都是你需要总结的 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这个树立一下这个卖猪的 就是卖猪出现亏损 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啊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事啊 谁都会遇见不仅仅是你哈 然后呢 大家要抱着这个观点 虽然说我这次卖猪 说亏了也好 亏损也好 它不代表未来 短期的亏损 它不代表未来 对吧 如果说我合理的止损 控制好损值之后 我可以等待之后的一个机会啊 良极啊 对吧 因为在这个养猪的这个生猪场 猪周期 对吧 它是不缺少 不缺机会的 只要你合理利用 对吧 分析好 可能这次你亏损了 下次就是机会 但是你要 理智 对吧 头脑清醒 理智的去分析啊 而不是拍脑门 没事拍脑门 隔着定啊 对吧 然后最后呢 我们养住人呢 就是说我们养住人 对不对 应该怎么应对呢 就最后呢 就是我们就是说 还是哈 别忘了 你说你 那个什么 坤也吃了 对吧 也有教训了 那我们一定要 最后要 要从这个 对吧 学习啊 你已经 学习的钱 已经交了啊 那么为啥不好好学呢 所以最后一定要从 你卖猪失误 或者卖猪亏损的过程中 学习啊 一定要学习 因为你已经交学费了 比如说我不学 那你是傻子 学费都交了 你不学 而且是很高的学费 对吧 呃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每一次这个卖猪失败的背后哈 他可能都蕴含着蕴含着下一次这个猪呃周期成功的一个密码 对吧 这个就看你如何挖掘这个真正的原因了哈 所以说呃 如果这里就是说想奉劝也要注意 如果说你总这个这个忽视哈 亏损逃避亏损 对吧 逃避忽视像头鸟一样哈 呃 头鸟现在一样就装作看不见 那你肯定会离成功越来越远啊 越来越远啊 呃 今天呢 这个好 这本次课程就就 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然后呢 欢迎大家呢 继续关注留言评论啊 嗯 至于说这个平台限不限流无所谓了哈 这个就纯属是给大家 在卖猪过程中 给养猪人提供一些真正的一些干货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呃 全国的各位养猪老铁大家好啊 呃 之前呢 上段我给大家说了哈 就是说 大家呢 平时呢 养猪很不容易 很多人呢 是猪养的挺好 但是呢 到卖猪的时候呢 卖的不好哈 所以说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你养的好呢 不如卖的好哈 呃 然后呢 就是说卖猪的时候呢 大家会预见了一系列的一个 呃 心理方面的一个障碍哈 呃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 第一个哈 卖猪心理系列课程一的一个障碍啊 今天第一个大家卖猪第一大障碍就是什么呢 大家有一个 呃 这个扛架的 的行为哈 其实上 有很多时候是不受 那个 事实上你心理发着内心呢 不是说这个 因为 有人说 哎 是不是谁谁谁 就喜欢扛架 不是的啊 这是 你一个心理的一个障碍啊 很多人是跨不过去的 所以就是特别容易这个硬扛啊 呃 这里呢 就是说 嗯 产生我们这个心理 这个 我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一个抗争一个意识啊 或者抗争的心理啊 它是有原因的啊 嗯 有人说 这是不是毛病 嗯 反正 这是一种行为习惯吧 呃 如果我们卖猪 如果能把它克服的会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这种习惯呢 是跟我们呢 是有很 它有几个原因哈 就是说 第一个 产生这个抗争意识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 而是我们受到一个教育影响啊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就是说 对于这个顽强啊 顽强抵抗啊 对吧 呃 我这个这个 这这个 以这种不怕死啊 对吧 赶死队的精神 那抗争到底呀 对吧 呃 于是网破了这种 说这种 呃 不认输的性格吧 或者一种精神 对吧 是我们从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 是鼓励的 所以我们 我们在心里 或者脑子 一个潜意识觉得 呃 我我去 就是我扛架 是一个 对吧 是一个受 就把自己觉得 很正确的一件事 非常光荣的一件事啊 这是我们打心里觉得 所以说 为什么扛架的这么多哈 这是有原因的啊 就是说第一个原因 呃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大家呢 就是说 身在菊种了啊 大家呢 身在菊种 就是我们是养猪人 我们成天养猪 然后到卖猪的时候呢 我们就 对吧 卖猪的时候 就是关注注价 今天今天卖 明天卖成天醒啊 我们已经身在菊种了 这时候呢 你已经没有一个大菊官了 视野就比较窄了 成天盯了一个猪 因为 你是卖猪 养猪人 你是卖猪的 只要你是卖东西呢 都想把这东西卖贵一点 对吧 这个东西 咱们先比较 挣不挣钱 你的心里潜意识 这东西越贵越好 所以你就盼了 越会越好 所以说就是 一旦说听到有什么 关于负面的效益 利空的效益 你心里是排斥的 讨厌的 然后呢 这样的话就会 对于你一个正常的 一个卖猪行为 形成一个严重的概要 这是第二个原因 然后就就 你不知不觉 就会产生 这种抗争的意识 抗争的意识 不服输出的意识 使科 硬科到底 这是第二种 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大家出现这种 竞争意识 抵抗行为的 一个心理原因 就是说 基本上 大家出现扛价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 这个 住价下跌 或者是下降趋势 或者是反正 无论它是 急降还是缓降 肯定都是住价 在下降过程中 对吧 大家出现 不在买猪 出现一个抵抗 我就硬扛 希望处理反弹 为什么出现硬扛 第三个原因 就是你出现亏损了 对吧 你出现亏损了 你就有一个心理 就是我想回本 我想回本 你说 如果说 那我不回本 然后亏损了 那我就给你一颗道理 对吧 就是反正我 就是那种 我输十万件 也是输 大不了 输一百 我现在能咋的 对吧 我听过很多人 大不了 我就全赔了 能咋的 对吧 这当然 当你出现这种 这种想法 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你的 对吧 你的心理和事 已经牢牢的 被这种抗争意识 所占据了 你已经没有理智了 我说这个不好听 你已经 理智已经没占多少 已经完全被这种 抗争意识 对吧 不认输 输十抵抗的意识 占据了 对与不对呢 其实这种 这种精神是好的 但是对吧 你放在这个 我们卖猪 这个情况呢 对吧 对于你卖猪 是不利的 什么东西都分开说 如果因为为啥 因为这个 你盲盲的出现 这种抗争 抵抗 舒适抵抗 好 它会产生几个后果 第一个最大后果 就是你 对吧 直接你就读输了 明明这个 它就是下跌去世 你非要觉得 这个猪价能触底反弹 我非要抵抗一下 对吧 对吧 明明原来 你就是说 我赔 对吧 我一个猪 少赔点 赔个三十五十 明白就可以了 你非要扛到这个猪 赔个五百八百的 就是你实在顶不住的 对吧 割肉了 这种 那你这种的话 就是可能很容易 就一下就倾家当产了 水质很惨重 对吧 其实养猪呢 对吧 你要说 我这一把堵输赢 很难出现输赢啊 养猪呢 你也不是养那一回 也不是养就养这一批 对吧 我就养那个半年 你养了那么多年猪呢 对吧 你为啥非要在乎这一把的输赢呢 而且你这一次输了那么多 你下次还有机会再玩了吗 还有钱了吗 所以说大家要给自己 自己合理的止损 留一定的这个 东山战喜的资金 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 有人说 哎呀 我倒霉 我第一次赌就赌输了 那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你点好 对吧 你你这个 所谓的 我们讲的高 你赌对了 对吧 我要就是这次决利 这次住价 下降 如果现在决利 现在这个住价下降了 或者是之前下 你赌对 就是说 下降了 就是说你不卖 你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一个月之后 肯定反弹 或者是十天之后 肯定反弹 你赌对一次 你说 我要你赌对一次不行 我要你赌对两次 对吧 你说 你如果说 你别人都没赌对 你要赌对两次 我觉得你这个人 你得得非常自信 你得自信到啥程度 那肯定是目中无人 谁都不好使 什么专家都狗屁 对吧 哪有我住家差太准 我连别赌两次 我都赌对了 对吧 所以说 你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一种 盲目之信 对吧 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抵抗意识 这个不服输的精神 血战照底的精神 是完全正确的 对吧 完全正确了 那你就会出现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你说这是好事吗 你盲目之信 那肯定 很简单 头两次 你挣第一次 你养一百头猪 挣钱了 你说你挣钱了 那我第二次 我养二百头猪 对吧 养二百头猪又赌对了 你又挣钱了 养四百头猪 对吧 你到四百头猪 如果说你到四百头猪 第三次赌 你赌输了 而且你 你有头两次赢的经验 你第三次 你在赌的时候 真的 你就是你不 真的不把头两次利润 赔进去 你都不会杀手的 而且你还得倒贴 对吧 所以说很有可能 你到第三次 出现了跟 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一样 你就你投两次白赢 就像第一次赌输了 和第三次赌输了 区别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都是一夜反批 因为你赌输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说 我不介意大家养肚 就是说 一世性把所有的家长 我就一世就说 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谁逼你了 你也不是说 背着什么 杀人放火的 对吧 这个不可协调的东西 没有必要这么干 就是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 整了这么被动 赢了还好 你要总是这么赌 你不能八把赢 走一次输 你不之前的 努力全都浪费了 对吧 第三种情况 就是说 第三种后果 其实后果都挺严重的 为啥不介意 大家有这种抗争意识 对于卖出事 第三种后果就是说 如果说你 养成了一种 对抗的意识 抗争的意识 无论你成与不成 一旦你觉得 这个东西是对的 你就会对市场 这个变化 敏感度非常差 非常差 一旦市场说 突然出现什么突发事件 对于你来说 你就是觉得 都是那个什么浮云 都是借口 我必须坚定我的信念 我不改我的信念 对吧 无论出现什么事情 我都坚定我的信念 抗争到底 就是我与前例判 但是实际上 大家要知道 养猪呢 有可能很多人养猪 这批猪 其实很多人养这批猪 只要养上了 就盼望这个猪长 特别不想听到说 这个猪跌 对吧 实际上 就是说 即使说 咱就说 上个月之前 你的判断是对的 对吧 从这个 出来量 消费量 整体看 对吧 猪也不多 你所有的预测 可能都是对的 对吧 猪是可能就是 一个挣钱的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赏个月之后 这个赏个月之后呢 对吧 你赏个月之后的一个观点 你再重新评估一下 你还会像赏个月之前吗 对吧 如果说你要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抗争意识 那你什么 细细意见 你都听不进去了 你还认为我赏个月之前是对的 但实际上这个到赏个月之后 赏个月的变化 会有多少突发事件呢 对不对 会有多少 多少突发事件 比如什么俄乌冲突 像那个什么疫情解开了 对吧 包括一些什么豆板上涨 等等一些突发事件 它有可能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会把你原来的判断 就是完全出现一个根本的一个准备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 你再坚持原来的观点 那你不就是 对吧 明明是错了 还要硬往上撞 那你的损失是很大的 对吧 所以这是很不好的后果 赏个后果 所以大家要 为什么要 避免这个 抗争意识 这里说的 抗争意识 为什么会有 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 抗争意识的有原因 有后果 下面我给大家说 既然抗争意识这么不好 那么如何就是说 应对这种抗争意识 这里有几个应对的办法 第一个应对办法 就是说大家要 第一种方法 就是大家一定要提前 设定这个亏损线 亏损线 或者你一定要设定一个 自己设定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设定方式不一样 因而异 有人说我极端一点 你就设一个价格 极端一点 就设一个价格 对于这个价格 比如说我可能亏损了 赔10%或者赔20% 我就全清了 我不赌了 我再赌赌下巴 这把我就不冒那风险了 好 如果说你要是说 这个不是特别极端 我考虑一下风险 那你可以设两到三个 设定价格 对不对 举个例子 这个住价是下跌的 下跌的 我可以设定12一个 卖1% 11设一个 我卖1% 11块钱 我再设一个 卖后1% 对吧 你可以这么设 这样的话 风险就很低了 对吧 也 比如说这样的话 你为啥叫大家 事先设定好呢 设定好之后 就一旦下跌 你就别犹豫 直接卖 好 这样的话 就不给你这个抗争意识 留下什么生长土养 今天又后悔了 明天又拍大腿了 对吧 后天 对吧 又觉得自己多英明了 你就别想 也不给你这机会 不给你这机会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 第二个呢 第二个方法 就是说顺势而为 啥叫顺势而为呢 怎么讲 就是说 大家呢 在 大家知道养猪呢 是有周 也不是有周期啊 大家养猪实际上都养了 是预期啊 对吧 我我现在养猪这 我抓到家 我现在 你就就当时的价格 无路没有用啊 你得关注是 三个月或者 五个月之后的价格 所以说 呃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猪 没到出栏的时间点的时候 大家 就是事先不要对市场 抱有任何的看法 对吧 你什么也不要 你也别说 呃 我这周期经常长 一定的 你就先别抱看法 这样的话 你就会 还留着一个客观的 分析的思维和态度 啊 等你到要卖住的时候呢 你再用当 在 这时候待 在考虑 根据当时最客观的一个 本质的一个态度啊 去分析解读这个 这个这个走势啊 然后呢 适应这个局势 进行买卖 这样的话 误差会更小啊 嗯 误差会更小 嗯 这样的话 大家会稍走很多弯路啊 嗯 养猪呢 嗯 就是这样吧 哈 呃 大家一定要设定好 这个 就是说 呃 在这个 如何避免抗争意识呢 大家有计划 就设定一下止损限啊 止损限 其实他就设定价格 这个止损限呢 一直已定 有个人说 我能承受10%的亏损 那你就设定10% 有个人说 我 我这个 接受不了亏 那你就接受 你就设到成本线 对吧 有人说我这个 我必须得挣点 那你就成这个 价格就设高点 好 提令提早设 为什么要提早设 其实大家养猪人 大家只能卖猪呢 哎呀 实际上如果说你就是 提早做一点点 提早设定哈 这个计划呢 不要轻易修改 呃 因为这个 其实大家为什么卖猪 比较难 就是走着离石 去做决定 比如我今天晚上 比如我明天想卖猪了 可能今天晚上 做决定 哎呀 我明天卖猪 大家实际上 大家知道 你今天晚上做的 别决定 明天卖猪 明天也不能卖猪 为什么 明天住价涨了 你觉得哎呀 那我再留一天吧 今天明天涨了 后天是不是还能涨呢 是不是 你就 这就卖不成了 还有如果说今天想 我今天晚上想好了 明天卖 明天如果猪 要是大跌 大跌待着 你小麦卖不出去 车装不上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猪 你告诉我 即使你就是你 临时想卖的时候 今天想卖 你明天能卖出去 都不一定 因为 不是你想卖 就能卖出去的 你还得收这个猪 饭的这个计划 满没满 他抓不抓你 对不对 给你报价里 满物满意 然后你今天 就是如果 你总这么 临时决定 你这个猪 很难卖出去 因为说 你也很难卖 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 你决定 越这个 就是那叫什么 犹豫的决定 最终 最终 你选择的 都不是特别 好的一个选项 所以说 大家 不要给自己 留抗争意识的空间 也不 卖猪呢 尽量不要 犹豫啊 卖之前 一定想好 然后呢 就坚定的出手 不要犹豫啊 不要说 今天设定好 明天想卖 也根据明天 哎呦又改了 就你要那么来回 改这猪 你真的 你可能 半个月都卖不出去 好 今天这个 卖猪心理课程啊 一一啊 就剪到这里啊 大家继续关注啊 然后再给大家讲 第二个 第三个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全国的各位 生猪老铁 大家好啊 今天是这个 12月19号 今天呢 来给大家说说 这个猪市啊 今天呢 消息面呢 没有的 还是 这种恶劣的 不利 也数还债啊 今天呢 资本继续一个暴击啊 然后呢 这个 二零 那个那 二零二三 零一合约 直接跌停啊 这个呢 就是说 已经跌到了 七块五左右啊 七块六 呃 这个呢 就是说 情况还是恶化啊 就是说 呃 资本不看好 需求量呢 还上不来 呃 所以说 住价呢 年前呢 我还是保持观点 没好啊 呃 这里呢 有人说 会不会反弹 呃 我看到一些 这个 一些人呢 咱也别说 人家立场怎么样 好与不好 呃 因为现在呢 有人说 哎呀 这个住价啊 跌到七块钱才好呢 或者跌到六块钱才好呢 什么呢 这叫什么呢 这叫黄金坑 我想说 这就是他们纯属 那个 虾 虾白 什么叫黄金坑啊 他今天是坑 谁掉坑里 谁喊 我说我 那都是赔钱呢 我现在是真 金白 那一分一分 那是不是在赔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黄金坑呢 那就是一个鸡汤啊 这那就是你掉坑里了 你别害怕 明天还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但是明天你还能不能养猪呢 不一定啊 有人可以直接掉坑里一下 就爬不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呢 嗯 还是哈 就是 怎么说呢哈 呃 别太盲目吧哈 整体现在这个 其实这里会有一些 我的老的粉丝 就是也不是质疑我吧 就课后 那个那个 卸下试验我 哎 他说刘老师 你这个之前 那个11月份末发的段 你不说12月份出假 应该不会 那个 应该是一个趋吻吗 因为在11月末来看呢 12月份出假 应该是一个趋吻 呃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几个观点 12月初 他有一个突发事件 这个谁也没想到的 对吧 突然一下这个 全国这个 对吧 就解封了 这个是谁也预料不到了 所以说这个 反而是影响 现在住家的最主要因素 对吧 因为之前 如果说我们按照 传统的那种 继续隔离在家 在家没事啊 除了关注世界杯 那就严重点吃喝呗 所以说这个消费 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对吧 不行快 那个那个外卖送呗 快递送呗 网购呗 至少网购还是可以的 对吧 还是顺畅的 但是这个 疫情一解开之后啊 反而对这个消费打击 是非常大的 对吧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在网上啊 在哪看 现在已经解开 解封了 但是反而看这个 流通的人呢 对吧 公共常管人呢 反而比 maybe那个 对吧 比那个 解封之前还少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在关注什么呢 对吧 最近这个十天八个月 包括年前 大家关注都是自己 羊不羊啊 身边的亲戚朋友 羊不羊啊 如何抢药啊 羊了 对吧 想了我接羊了 这玩意儿呢 有幸有众啊 我得 对吧 谁得病 你还能合理别的吗 本身得病 不爱吃喝 没有食欲 而是你的心事 也不在吃喝上 对吧 还什么吃不吃肉啊 我们就可能吃点鸡蛋 清汤面条 多清淡一点的呀 我们才有食欲啊 所以说现在大家 公共选业 根本就不在这 所以说 这个消费呢 反而 这个一解开 这个反而对消费 特别不好啊 至少年前 短期内 大家还是在亏咬这个问题吧 对吧 至少你家里 就是说现在来看 就是你家里 咱们都是家族式的 你家里有十口人 或者是八口人 或者五口人 你感觉你现在 家里全养了吗 有的是啊 但是有的可能养一半 养啥个养两个 大家都在 静静的等待啊 所以说这个 现在大家 观众点根本就不在吃上 所以说这个消费 反而是 是一个下降啊 所以说现在 这个猪价呢 只要消费量一下去 对吧 这个 它怎么涨啊 对吧 没人吃肉怎么涨啊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国家还放储 年前呢 基本上国家还调控啊 不想让这个猪价 涨得太多 对吧 多方面人数 现在就是说 整体就是一个 大离空的一个 一个环境啊 所以说大家呢 怎么说呢 反正年前 这段这个猪 如果说年前 你适合出栏的猪 就是在坑里 是不是 就是在坑里 谁说你也是在坑里 对吧 大家已经都 你这批猪 就是要收割你的 好 年后 已经说那年后 能不能好 这我给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十二分 这个波动这么大 跟我之前的预期 为啥不一样 因为我也没 我也不知道 这个十二分 疫情要解开 对吧 我们面临一个 缺羊的 一个感染的 一个什么感染高峰啊 等等一些新 突发 这就属于突发事件啊 说说大家在预测 某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突发事件 是考虑不周的 考虑不出来的 对吧 这也就是说 这也是为什么 未来的事情 不是那么好预测的 对吧 不是那么好预测的 来年呢 怎么样呢 过来年看嘛 就看这个感染高峰 就是说要么就快点来 让大家这个尽快都感染 都感染完之后呢 大家一看都没啥事 也就放心了 现在就是二不看着啊 有的人感染 说没事 但是呢 你说这玩意 他说没事 你说你没感染 你信吗 你信吗 不信吧 你肯定知道 准不准呢 就是说你信了 你心里是不是得 嘀咕这事 合议啊 成天合议这事啊 所以说 只有说你切身经历了 你才 这真没事 所以说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就这个 现在就这个环境嘛 所以说大家 如果说大家 有人说我想赌 想压 我觉得年前不要压了 如果说你实在 就是有人说 我不赌 我弄心 我非要赌一把 那你可以适当 适当 赌一赌 年后 年后 有可能会有机会 这个机会呢 也是在现在这个盘面来走 如果说现在继续跌 跌到七块以下 或者六块以下 年后的机会就越大 就是年前 这个坑越深 年后的机会是越大的 如果说年前这个住价呢 就是说这个保持一个成本限制 有七块钱 七八块钱波动 七八块钱波动 你说大家赔钱呢 也没赔 也没赔 也没上召说肉 也没说到那个库迪哈娘 反正还能维持 那年后呢 他也是维持 也不会有太大的起射 这个都是就是先腾后腾 就是说那什么 人嘛 这辈子你该挨的打 一个你也少不了 就早挨晚挨的事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就是慎重考虑吧 住价呢 比如说现在 盘就是网上报价 有高有低不准啊 大家我觉得 应该参照时钟期货吧 今天时钟期货大跌 即使没报 报的不跌 我估计明天也是跌 大家慎重考虑吧 然后呢 大家关注这个段子啊 我录 我过后呢 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呃养猪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哎呀 其实养猪人啊 其实我们现在做企业也好啊 个人能力啊 家庭啊 都讲究软实力和硬实力啊 其实呢 养猪人也应该讲究一下 软实力和硬实力 实际上养猪人的硬实力是啥呢 就是说你的 对吧 我我能把这个猪养好啊 我我这个PHY平高 我猪能少得病 我的成本低 这是你的硬实力 但是呢 很有多少人关注养猪人的软实力 什么叫软实力 养猪人的一个 咱说这个这个 卖猪的一个心理啊 这个就是软实力 卖猪哈 那为什么有的人在 预见了会 对吧 不会跳坑 其实养猪人在 卖猪的时候 这个心理博弈哈 你是有很多坑的 一不小心 你会跳进去 有些人 咱不能说他多高哈 为什么有一些人能躲过去 就是严谨那个心理 拼你好 这就是软实力 看不着的 对吧 你就算严谨脑里装的东西 拼你多 就不容易上当 你就说 我咋知道他脑子有啥 对呀 所以说这个东西 软实力是不可量化的 就是你个人的一个 见识啊 学识啊 知识啊 知识面啊 广不广啊 然后你 你研究什么哈 呃 所以说后续呢 我会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养猪人卖猪 如何提高 养猪人卖猪的一个软实力哈 让大家在 硬实力提高 提高一下 这个软实力 要加强啊 因为养猪呢 如果说你要单大说 我就养的好 如果说不会卖 也挺陋心哈 呃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 是现在我们的养猪人呢 脑子里哈 真的他 其实卖猪呢 也是一门学问啊 也是一门学问 咱不能买好猪 不被这个市场影响 明明对吧 遇到坑 我们都躲过去 或者我及时知水 这都是一门学问啊 这个过后 我可以给大家 讲一个系列视频啊 大家喜欢的关注啊 因为这个视频呢 可能会给少部分 呃 有见识的有用啊 因为这个东西呢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真理呢 能教育少 一小部分人 大部分人 你是教育不明白的 也就是这个世界 为什么 呃 其实这个世界 一定是少数人 统治多数人 这个多数人 在少数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白痴无知 也就是说 那我全部改 给他们拯救 也就是他们就是 一些小绵羊 那我全给他改变成狼的了 不行啊 你就世界上全是狼的 吃谁去啊 总得有这些 这些笨蛋 垫背啊 我只能说 就是而且这些笨蛋呢 也不是说你说几句话 就能教育明白的 对吧 他一生就那样的 世卫就是那样的 不会轻易改变的 所以说 那就让他继续背下去 好 聪明的人呢 能学到一些东西呢 我们做一些聪明的人哈 就是说 我教到教你吃肉的方法 你能吃到肉呢 你就吃到肉 别巴巴嘴哈 也就是说 我把我吃肉的方式 再分享给别人 你非常没有用 他不一定信啊 他不一定信 而且还觉得你呢 是在成天满嘴 胡说八道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就这些 呃 所谓的笨蛋呀 呃 无知的人啊 他们成天脑里想的什么呢 是想着如何占便宜 对吧 因为杨主任 杨主任很有意思 我今天想着如何占料上那样便宜 占胶上那样便宜 占疫苗上那样便宜 就就成天想的是那个小舅舅啊 跟我们想的这个小舅不一样 你说他们也不傻 他们那账算得很明白 但是就抠那些小账啊 我今天 哎呀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个药厂发个促销 我为了一个保温壶 明天我为了一个水杯 后天我为了一个背心 呃 大后天我为了一个裤衩 就为这些成天 他的脑子全在这这上啊 还有一点就是算 算你这个占点占小便宜哈 但是呢 你靠成天脑里想那些 你是发不了家的啊 只有被窄那个 那个那条道啊 早晚被窄 呃 今天就录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的继续关注啊 我整理整理啊 应该会整理个 八九个视频吧 给大家发一个系列啊 希望有缘人啊 能验证观看那个视频 至少占你养猪啊 或者投资这块啊 绝对是对你有帮助的啊 提升软实力啊 好 大家喜欢的继续关注啊 呃 全国的各位养老铁大家好啊 今天我这边下雪了哈 挺冷的 我今天 呃 这个 九点嘛 升中期会也开盘了哈 像我昨天说的哈 呃 就是 资本呢 给也给出答案了哈 资本呢 也认可这个价格了 所以说 现在这个猪价呢 就算跌下来了啊 大家就是说 跌到现在这个 呃 八九块钱之间哈 嗯 现在资本也就认了哈 呃 我觉得也就这个现状了 没有什么奇迹呀 又是逆转 逆转哈 因为原来期待的 其实呃 录完视频 昨天有一些老铁会在实际问我 那猪价为什么会跌呀 因为昨天没说啊 呃 实际上给大家说一下 猪价为什么会跌 就是卖猪的多哈 实际上卖猪呢 有三股势力哈 第一股势力呢 以为 以牧原温市为代表的集团 呃 第二股势力呢 就是散户 呃 第三股势力呢 就是这些少炒气 这个这个生猪期货的 这个资本 啊 首先呢 呃 第一股势力 牧原 在十二月份 他一定会出猪 这个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 大家什么原因 大家自己去翻去啊 呃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说 这个猪价到一定到 下跌到一定预期的时候 这个散户一定会跟风的哈 他们就是 其实散户就是一个跟随者哈 他们 他们呢 虽然呃 就是不会决定这个市场的风向 但是他们会加剧这个事态的一个发展哈 散户是跟随者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资本呢 我说 为什么说资本是有力量呢 资本认不认可呢 其实 在生猪期货呢 这个东西 其实一本 正常人不要碰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合法的一个赌场 对吧 这个生猪期货啊 其实举个例子 那个下跌6%或者5% 他的 他的杠杆率是 哎呀 6到7左右 就是说 盘面上下跌50% 一线价 他得下跌 呃 20%到30% 就是这个数量是很大的 呃 为什么说他们 如果说有一些资本 他们投入大量资金 他们要是 他们是 如果说是 这个这个 他们想扛 绝对是批闪户或者集团 有实力的 因为这个有钱人嘛 手眼通天啊 呃 手段呢 方法啊 这个眼光啊 都会是超约我们的 或者说背后有些东西 他 是我们看不见的 但是今天呢 就是 就算 这个虚拟 就算落地 利空就完全 呃 坐实了啊 资本呢 也认输投降了 好 即使第一个营业也认了 所以说这个 三股势力啊 就是 资本集团加散户 同时的话 都认了这个猪价了 就是什么叫认呢 你别管你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卖猪就算你认 就算 那是那个什么 落指无悔哈 像堵桌上呢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对吧 落指无悔 对吧 发牌你别动了 就就已经这样了 是吧 大家都也认了 所以现在这猪价就这样 呃 所以说这个东西咋说呢 呃 呃 输了就要认吧 哈 挨打呢 你得站稳哈 因为咱们养住都是成年人 这是你当时的一个抉择 赌输了也好 咱们的也好哈 呃 那就得认了 就是这个事实 对吧 呃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 其实这个大趋势呢 是肯定是稳步向下的 但是呢 呃 正常来说呢 可能大家会预计哈 可能会年后才会出现这么大的波动哈 但现在为啥能到年前了 其实成也是这个互联网 拜也是互联网 就是现在这个信息呢 传播太快 所以说有什么事没有什么秘密 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在 越越是这么往前撵 反而年前成了一个一个坑了哈 就是提前把这个坑砸出来了 然后我给大家放一呃 放一下这个生猪期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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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一个落评 还发个投票 大家看这生猪期货哈 呃 生猪期货呢 基本上就是说呃 九月份呃 不是九月份 那个明年一月份的住价呢 呃 盘面上呢 是九块钱 嗯 盘面上呢 是九块钱 呃 十八一公斤嘛 九块钱 九块钱左右 呃 也就是说呃 现在是十二月份中旬到一月份 这个住价呢 就是九块钱左右 然后你再看明年呃 一三五七九哈 这个盘面的价格呢 基本上都是呃 八块呃 那个一万六到一万八之间一个波动哈 就是说基本上现在一个价 就是来年的一个均价的哈 八块到九块之间 呃 所以说对于就是说 现在这个是 现在这个猪价下跌 已经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了 来年各位有什么规划 什么想法哈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盘面呢 呃 就是说对于你的判断呢 多多头少有个参考吧 哈 呃 第一点呢 就是说一些 呃 现在就几类客户吧 哈 呃 第一类客户呢 就是说赌这个 对于来年或者现在这个处境如何决断哈 第一类客户呢 就是说二十育肥的呀 或者是这批育肥猪啊 就是赌这就是赌年前那行情的 现在看完 已经是完全失败了 就是输了啊 输了呢 你就得认就是你肯定是输了 人家说那我下批痒不痒 那是下批是啥 这批你就输了哈 呃 然后呢 第二类人呢 就是治繁治养的 呃 治繁治养的就现在这个住价 因为现在跌到九块或者跌到八块 那明年是不是又得跌到五块六块 现在从盘面上看呢 嗯 到明年九月份之前 那个生猪期货的盘面呢 没到还是八块到九块之间 均价哈 你可以看 就这个 我又给发 这图片都有哈 你可以看哈 这均价哈 大体大体上下不会差个 差出百分之 呃 十左右就是顶挑的哈 呃 这是一个价格区间 至于说你能不能赢 你能不能养猪 好 不是市场就是这个已经 就是给你这个添了空 你基本就这样的 能不能养猪不在于市场 而在于你自己哈 你的自己施养成本 你有没有优势哈 对吧 那有的人 这个八块钱 毛巾 年年也能挣钱 那你的施养成本 就是九块钱 哈 你的对吧 你没有你 石链没有优势 然后你养的呢 生产成绩再差 对吧 你你 对吧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能不能养 看你哈 你的市场水平啊 你的最终这个成本控制哈 怎么样 能不能养 呃 就是这是第一点啊 就大家 呃 控制好 就是你的成本 跟这个 这个实际 你你自己捏一下 算一算 这是第一点 如果成本 你说你成本控制 足够低 你可以养啊 呃 第三点 就是说这些育肥物哈 呃 比如说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不使心的 还要赌 呃 就是我 我给大家建议呢 就是说 赌呢 你要分清十二哈 其实什么时候的赌局 大家去赌是最合适的 一个是成本最小 然后呢 呃 就是说这个 成本小 呃 赢的筹码比较大 啊 有大概率的翻盘呢 或者是这个这个 变盘哈 你去赌 你去赌 但是现在来看 你说现在这批猪 大家现在手里这些大肥或者是二十余肥 你的成本很高 你这是高成本的猪 不是低成本 不是一百多千 上个猪展那时候的成本哈 现在这成本很高 你有没有必要拿这个成本去赌 而且后市的话 应该 呃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往上涨的波 我个人确实就是趋稳了哈 不会太 你说一下又给你涨到十 十二十三 很难啊 你有没有赌 另外一个你赌的赢的 就是赢的筹码也很少哈 因为大家可以看后市这个猪价哈 呃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赌啊 就是说建议大家 嗯 顺势出栏啊 当然比如说那个二十余肥肥赔钱了 这个呢 你赔 你现在赔钱了 我咋劝你都难受哈 那你就自己考虑 对于这些治藩治养呢 我建议大家顺势出栏 顺势出栏 然后明年呢 呃 明年我是这样建议大家哈 能不能养猪 能养 能养 就是说只不过这个这个利润不高啊 利润空间不是特别大 然后呢 你还要获得利润 那你就得极致的压低自己的 对吧 呃 压低自己的生产成本 和生产 压低生产成本有两方面啊 要么你有比别人更低的一个 对吧 呃 进货优势 第二点呢 就是你有一个更高的生产技术哈 来背 把这个生产成本给稀释 就这两点 你去下个容赋 你才有可能 挣点小钱 不赔钱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人如果说技术还差 然后呢 你在这些采购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啥都贵 那你基本上没有太大利润啊 你可以不养 这是我对这个想养猪的一个建议啊 第二个我建议是这个阶段呢 呃 制盘制想 可是不要再扩规模了啊 因为你现在扩的规模 但是说你八块钱或九块钱 抓回来那个猪 那个 二元一号 母猪一号 成本还是高成本的 对吧 还是高成本的 就是说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候 大仗轻的扩规模啊 那我抄底啊 没到你抄底的时候呢 对吧 你能 我就 其实在想 这个时候大家也不用 已经这样呢 第一点 不要过度恐慌 说 哎呀 这猪不能养了 就是全逃了 没必要 另外一个大家 现在即使抄底 现在不是抄底的时候啊 它不是那个 六七块钱 五六块钱的时候 你抄底 对吧 这是我给大家的合理建议啊 呃 然后呢 呃 今天就就录到这里啊 呃 希望对家 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好 大家 呃 养猪呢 也多关注关注 生猪气候的盘 盘面啊 大家 我不介意大家去参与啊 因为那东西就是赌博 但是呢 它可以 对现实的一个猪价呢 有一个多少的一个参考 有的时候偏 偏高 有时候偏低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它是围着这个 呃 上下波动的 一个均行线 它是一个很准的啊 凭我们平时 呃 看不着那种预测 相对来说 准确率应该是在80%到90% 很准了啊 呃 好 今天就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了啊 多多点点关注啊 点点赞啊 然后以后还能看见我啊 请不吝点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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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的各位养路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一些集团的11月份的生猪销售数据已经出来了 包括我们知道的什么牧原 温室 大北农 天邦 他们的销售数据都出来了 个别的什么正邦 希望 没出来 但是整体出来了五六件了 大概就能看出这个注视的一个走向了 我记得11月份的时候我就拍过视频 说应该注价是一个趋稳 从这个销售数据就可以看 很多人可能都盼望着11月份应该会有一个涨价 但是实际上11月份是有一个小的向下的波动 到现在他也没这个坑也没填平 为什么 从这个销售数据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我给大家提供的图片 基本上这些集团10月份的销售数据 基本上都是 大家可以看这销售数据 逐月 每个月来看 都是11月份应该是一个销售旺季 就是说相对来说集团在11月份出租量 应该是在全年的一个最高的月份 或者是第一第二的月份 这里所以说10月份的注价涨不起来 就是说集团还是在大量的出租 包括12月份集团也会继续大量出租 比如说其实11月份12月份 你要说大家12月份还没出来 我们到一月份来看 它一定是差不了太多的 所以说这一点来说 现在这个注价呢 应该还是一个平稳向下为主 所以说老铁各位老铁 我觉得大家不要说有什么期望 说这个注价还会不会暴涨啊 个人观点不会了 它不暴跌就是好事了 能维持一段时间就算不错了 当然有一些闪户说非要扛 那你就扛 但是你现在通过这个销售数据可以看 集团是不扛了该出出 通证供大家可以看 这是我们从大月份 11月份的销售数据来看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啊 11月份注价为什么没涨啊 集团不在压住 集团正在出租 12份呢应该趋势也差不多啊 大家从这些简报再可以看出一点啊 就是说这里像养对于我们养猪来说呢 比较重要的企业像温室啊 墓园啊这都是老大老二的 相对来说在我们生猪养殖这个这个 饰养那块呢 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啊 这个猪价呢 市场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哈 供和求哈 需求量基本上是固定的 供需呢 就是说供应量呢 大家可以看啊 包括温室来说 你从这个12月份 从去年到现在哈 温室的出来量是逐步递增的 好 而且现在这两个月是高峰 明显是比去今年10月份 照比去年10月份的出租量 你看这一个月差多少 差差很多啊 对吧 呃 差很多 包括温室也是 他这个出租量今年 照比去年 同期的10月份来比都多很多 当然有人说 那像有人说 那个天邦啊 大北农没差多少啊 他们体量也小 他们影响不了大事 其实主要还是看温室和墓园啊 呃 所以说呃 有人说那未来的住宅会怎样 大家可以看啊 从这个趋势来看 呃 从这个趋势 从这个他们公开的数据来看 就是说证明集团的养殖量 在逐步回升 而且基本上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的一个养殖量了啊 所以说集团的住还是有的 而且很多的 而且现在小飞呢 对于集团来说也不是什么灾难性的东西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控 即使得了 我暂时复养 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普拉绿啊 就是说这个不会对他的施养规模有形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就是说这些供应量还是稳定的啊 呃 而且是稳中上升 而且是上升不少的啊 所以说当然说来年的住宅 整体来说应该是平稳向下的 呃 当然也不排除某个月啊 会出现呃波动啊 这种波动呢 就是因为炒作的啊 比如说集团呢 把这个硬要把这个猪抬得压 压完之后呢 这个这个标注呢 就卖给这二十余肥的 呃 就是硬压几个月 这个就是因为炒作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集团是不缺猪的 当然这个观点说了之后 大家可能那集团不缺 那散户是不是猪少了呀 因为盼着涨价的人一定希望听到一些哎呀 这个猪勺了 明年肯定涨价啊 但是事实在这摆着呢 我们虽然我是在口说啊 但是我口说也是有凭证的啊 我是在说数据呃 因为咱从数据看 这是真真实实的数据啊 如果说你不相信数据 你就想听这些网红主播跟胡周巴里 那你就信啊 嗯 到底说这个猪价是他们吹上去的呢 还是说实实在是靠这个数据呢 来支撑的哈 呃 所以说来年呢 大家呢 呃 住价一个是对于住价的预期哈 大家心里还是呃 住价的预期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家就是合理参考吧 哈 我这里呢 也不是说过多的预测哈 大家根据数据来 我觉得还是呃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哈 数少那么多 呃 实际上呢 还是猪呢 还是稳步上升啊 所以说呃 大家说有那来年呃 有人说那来年是不是不能养猪的 呃 就是说呃 国家调控的目的呢 不是说让老百姓养猪赔钱 对吧 有人说哎呀 这就又要赔钱了 是不是又要倒霉了 不一定啊 国家调控的目的的是不像这个住价暴涨暴跌 对吧 就是国家是希望你挣 挣点钱 但是呢 你不能说养猪 比说白的 比那个盖楼的 比房地产都挣钱 暴力 要成为暴力行业 这也不是国家初衷 国家初衷 就是说养猪健康了 你挣点辛苦钱 可以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悲观 因为说那是不是这个完了 来年 得赔死了 也不至于啊 就是说 你应该也会挣点小钱 但是大家不要期望过高 不要说这明年住假 再给我涨到20或者18 应该不会的啊 数据 实际数据来着支撑呢啊 集团上市公司的年报 财报 可信度 人家说可有说假的 但是可信度 肯定比你那个胡说八脸 没有一点一句的胡说八脸 还是有点根据的啊 我宁愿信这个 也不愿信别人胡口 咱说算命啊 我拆 肯定比你拆那玩意 是可靠的啊 呃 关于这个来年的住假呢 和呃 11月份各大集团的一个 呃 这个这个生猪简报啊 给大家分析到这 然后把这个哥勒纳集团的销售数据 给大家列出来 大家呃 详细详细看一看啊 这个 这个比如像大北农的销售数据 对吧 你可以 像那个温室的销售数据 呃 像这个 墓园的销售数据 然后像这个天邦的销售 你可以看啊 因为通过数据我们看到很多 包括一个走势啊 现在一个趋势啊 对吧 你看这个 你可以看 聪明人是可以看出来的啊 大家有些说我不看 我也不信 我也不听 那没这儿了啊 我能做了就做了 希望给一些 呃 有眼光了哈 自己心里有点数的人啊 做一个参考吧啊 呃 住假呢 养猪呢 不是靠赌啊 呃 有人说赔钱的时候呢 你 其实 不一定就赔钱 他 但是不一定就是你不要总是想那种赌徒的心理 我要一下一夜暴富哈 是养猪稳当呢 还是可以的 就看你的需你的期望值和你的和你的对吧 你期望太高 来年应该别抱有太大的期望 但是呢 呃 也别说太悲观 因为国家调控嘛 你要相信国家哈 国家 呃 对吧 既然能把这个就是高住假打下来 他也一定会有一个托底的哈 对吧 国家 呃 还是很强大的 对吧 我们需要有的时候还是 这个心理支撑还是需要国家来支撑啊 而不是靠这些网红主播呀 这些所谓的专检啊 他们就是像那个枪头巢 枪头巢的啊 随风倒 住假好的时候呢 他就跟着说 哎呀 住假得涨 住假低的时候呢 他就说住假一定低 没有用啊 这种枪头巢 没有用 越听越烦啊 大家还是多看看一些真实的数据 真实的一个情况哈 嗯 这样的话 对于大家养住更有利了哈 好 今天就录到这里啊 大家喜欢呢 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筻 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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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给我发几图片 我一发现那图片确实有问题 他那个撤几个视纸 是吧 那个视纸要么是无效的 要么是有问题的 然后又以这种有问题的 视纸来验证我这个是 是这个洛阳性的猪 然后呢去治 治好了呢 就说 因为他说 变成谁一样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 大家 首先小飞 可防不可治 这个不是我说的 就是国家 最权有的专家有些告诉你 他是可防不可治 明白吧 治不了 有人说 你这个东西养30头猪的 或养50头母猪的 还侥幸我这个飞龙猪能治了 你去养3000头5000头那种集团的猪场 或者3万头30万头猪场 你跟他说这个非温非洲猪温可治 他可能一专头拍死你 但是你跟这些养30头20头 10头8头母猪母猪 他觉得挺神奇 像一天跳大神 因为对吧 就是说 世卫比较窄 首先第一点 可防不可治 这是第一点 有人说那为什么 但我去接触这个行业 就是好几家 那为什么他给治好了 首先第一点 他这个视纸就是有问题的 他就是 他验出的视纸是阳性 可能是假的 你那个第二点 就是你那个猪根本就不是小飞 你那猪有可能就是兰尔昏感 然后他给你投一些 治疗高热的药 治疗兰尔的药 治疗油管的药 对吧 这个养猪除了小飞不能治 别的病是可以治的 这是第二点 有可能你这个东西是 别的病给你治好了 然后忽悠你 这就是明目张展的忽悠悠你 但是 散养户不知道吧 你这看那个视纸就老高 我觉得他不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见面能力 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没有效 跟讲 然后呢 第三点 第三点呢 就是说这个 非洲猪猪瘤虽然他不能治 但是他很好防 因为他呢 相对于别的疾病 什么口体痔 六人性腹泻 圆魂 蓝尔 相对于他们来说 他的传播能力是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所以说他的防控是很好防 但是不能治 这也是为什么老百姓就是觉得这个非洲猪瘟病毒很厉害 那是不是他就很不好防呢 不是啊 所以说 有人说那那为什么我家猪治好了 实际上你那个猪他不是治好了 即使你家猪是非洲猪瘟 那也不是有人说我家猪真得非洲猪瘟了 我家有那个300头猪对吧 得非洲猪瘟了 你看我还能活200头 但你说你这个死了100头 他分好几个好几动 那你说你这个活着200头 到底是因为这个药物给治好的 还是他治理治愈的呢 实际上他是治理好的 就不是说治理好 他就没得上 这个没得上是因为你用了一些投药啊 或者做一些物理阻断 其实就是物理阻断 阻止 就是说让这个没发病的猪 没有在没有感染这个非洲猪瘟病毒 他就误发病对吧 至于说怎么阻止的 那就一些手段了 有一些物理的阻断对吧 还有一些我们通过这个双花剂 对吧 消毒对吧 来阻断 然后低剂量的呢 在食料里加双花剂 液水里加双花剂 其实那个双花剂 你可以理解就相当于 天天给猪吃这种 没有害的一个消毒水 就是说这个非洲 根本不给非洲猪瘟 进入体内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你那个猪呢 他不没死 因为他根本就没感染上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现在一些厂家 在炒弱什么 这个什么 哎呀 我这个猪场 即使检测出了这个猪为阳性 还能带毒生产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带毒 是我这个猪场检测出了阳性的 但是我有一部 有一份猪呢 它是阴性的 我只是确保 把这个阴性猪 不被这个阳性的环境改演 通过什么手段呢 也就是这些双花剂呀 提高猪的免疫力呀 然后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离哈 大家知道这个阳性 带毒厂的 它这个生物安全要求也是很高的 其实主要是靠生物安全解决掉的哈 呃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个 哎呀 你看很多厂家都吹嘘啊 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可以让这个猪场带毒生产 就证明我这个东西能治了非洲猪瘟 它还是治不了的 它只能辅助的隔离隔绝哈 主断主断这个非洲猪瘟 进入这个阴性猪的体内哈 然后呢 来猪肢的发病 而不是说他这个药能直接 我这已经感染 我已经是非洲猪瘟养生的 我再吃你的药能把我治好 那是治不好的哈 大家明白啊 然后呢 大家要知道啊 为什么说 其实现在这个非洲猪瘟 并不是说 现在他得上了是很可怕 但是呢 防也很好防 想清理呢 也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即使我这个猪场 得过非洲猪瘟 对吧 我清完之后 我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复养 为什么 如果说我消毒条件够的话 首先你做到了一个 合理的一个 生物安全的一个 对吧 隔离措施哈 保证你是阴性的 你别带毒 第二点呢 保证你用的消毒水 是确实是确实有效的哈 你别买那假消毒水 自己一顿消 但那消毒水没有用 你消再多 你杀不 杀不灭细菌哈 杀不灭小肥这个病毒 第二点 把小肥瘟杀灭掉哈 杀灭病原 第三点呢 就是说 进行一个生物的一个隔离 就是说 这个猪瘟饰饮养过程中 我们要加一些大量的酸花剂呀 这种东西哈 它是可 就是直接 伴随着喝水 食料和饮水 在它吃喝的过程中 就是进行一个 呃 生物隔离哈 就是说 你在一边吃又一样隔离 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防毒的啊 这也是为什么 富养 中国 呃 这个小肥 那么厉害 中国 但是 这个 猪瘟啊 就是这个富养 成功率那么高 因为我们已经找到方式了 所以说 它没有那么 可怕啊 想富养也很容易 但是你得做好啊 呃 所以说 大家对于小肥呢 既不要把它呢 特别这个 嗯 魔化 但是也不要小看它啊 还有一点 我想纠正一下大家啊 小肥呢 是可防不可治的 大家不要相信 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 能治疗小肥的啊 如果有人说 那我 那这个病治不了 我对他就无所 就 就没有 实际上你就是做好生物安全 做好物理 你的生物隔离就可以了啊 就是说 我带直外来 你这个猪场 如果说能把口蹄疫啊 蓝尔病防的都很好 就是 那你这个小肥根本就得 就不会得啊 因为他的传播能力 跟口蹄疫啊 跟蓝尔病比 那岔的不是一心半脸啊 不是一个等量 一个等级的啊 你能把这两个病防好 你这猪场 基本上就不会得小肥啊 比如说 那有的猪场得小肥 那一定是有一个严重的 一个生物安全漏洞的啊 还是生物安全吧 这个 然后呢 这里我想劝劝一些闪户啊 大家呢 别被这些行业的败类所骗啊 包括这些所谓的药厂 还有一些 无德的这个受益啊 狼狈为奸啊 坑片养流固啊 虽然傻着很多啊 但是我想看看视频的啊 你清醒清醒 好 至少 社会就这样的啊 嗯 社会就这样的 你就是说 能就几个算几个啊 就这样 好 今天视频录到这里啊 呃 最后呢 给大家来个小彩蛋啊 就是说 这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呃 有原因 很多人可能 特别闪户 都没见过检测纸 是啥样的啊 呃 就是这种的哈 有C有T啊 正常呢 这个检测纸呢 就是说 两道杆都代表是阳性 呃 如果说 它是一道杆呢 一道杆你要看哪个啊 就是说 那个C 正常这个视纸检测 呃 做完之后 它那个C 应该都是有的 都是一个 一个一道杆呢 这个证明 有C呢 就代表证明 这个视纸是合格的 然后呢 呃 如果说 没有T呢 就是说证明 这个是阴性 有T呢 就代表阳性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视纸出现了什么呢 C没有 它是T出现了 那证明这试纸是有问题的啊 如果说你给你检测那个试纸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它的检测呢 绝对是 非常 不严谨 我说 就他妈 这个 那绝对是假的啊 这试纸绝对有问题的 对于你的检测结果 一点意义都没有 如果说它当这个 给你当非洲诸文质的话 那你就是 呃 对吧 那就是说 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你愿意 信你就信 你愿意当傻人都当傻人啊 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这两张图片啊 然后 呃 大家具体有问题 再私聊吧啊 好 今天就到这里 呃 各位养殖朋友们大家好啊 呃 今天这个视频呢 很重要啊 呃 因为很多养殖户呢 并不会涮证啊 由于你不会涮证呢 就会在卖猪的时候呢 特别纠结 不知道这里的成本线在哪 然后呢 我是应该 卖标猪呢 还是压大猪呢 对吧 就是说我压完猪之后的成本线是多少 因为你心里没有数 所以说猪呢 掉价呢 对于你来说 就非常恐慌 然后猪涨价了呢 你还觉得 是不是能更涨 然后你还 你还 不肯 就是说不舍得卖猪 有可能错过了 错过了最佳的卖猪时机啊 就是高价你卖不上 然后不想 低价的时候呢 不想卖呢 因为还被吓的 还得卖啊 呃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不会涮证啊 呃 因为我遇到很多老铁啊 就是说 呃 比如说这个压大猪 什么时候我们压大猪合适啊 什么时候压大猪不合适 对吧 养猪的话不是说这个所有的时候压大猪都合适的 也不是所有时候压大猪都不合适的 你要知道你的我压完之后的我的成本线是如何的啊 这里我给大家讲两个大原则啊 第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 呃 你的 咱里标注为数啊 标注价啊 如果说你的标注价 高于你的呃 这个兆肉成本啊 就是你这个猪到综合的一个兆肉成本到标注 就是你就是你预测一下你当就是你这个标注价跟你 现在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兆肉成本啊 比一下他的价格 如果说你这个标注的价格是大于这个兆肉成本的 你这个猪呢 养大猪呢 相对来说 呃 就不亏啊 我正说不亏 大家赚多少 这个根据你那个标注和这个和这个大猪的差价啊 这个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个就是一时一个变化啊没有固定的方案 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来探讨 呃 我们我这里说的标注是230斤起啊 就购卖的 这就算标注 然后大猪呢 我建议大家就是300 30斤到350斤 我一般就 我咱就好算点 就330斤哈 这样的话 好算哈 为大猪 呃 这样的话大家在 是否压猪啊 是否说这个二次育肥啊 就有一个参考概念啊 呃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标注标注价在维持11块钱 我觉得11块钱现在就是一个 嗯 比较可以的猪价的啊 嗯 大家呢 就是说 大家就说12月份 他也不会掉到哪去 但是这个阶段 大家如果说想卖也可以卖啊 大家有时候我不卖 不卖的话 你要知道 呃 不卖也可以啊 因为12月份应该不会有特太大的波动啊 呃 像是我讲一下 就是说标注11 啊 如果说我这个猪 现在我家里有一百头猪 或者有多少头猪 已经到230斤了 然后我现在这个11块钱的价啊 现在价是11块钱 就算一个正常价啊 平均价 标注11块钱 我卖不卖 对吧 人用说我不卖 我要是养到大猪 好 我要我就230斤 我就写小 我就觉得 养到330斤的卖啊 呃 当然这个肥主 就是说 咱比较市场 这个大猪价多钱 你要知道你这个330斤 这个大猪的成本 它是跟标注的成本是降低了 还是 升高了啊 呃 是我 我跟大家说了 是如果说这个 这个价格要 要大于这个赵主成本 我们往后养的话 这个成本是下降的啊 是下降的 呃 这就现在就给大家实际举例啊 就是我230斤的猪 呃 对吧 如果说我现在卖11块钱 对吧 我们11块钱 我们把现在这个价格 就是当成一个成本 然后我再养到330斤 我到底挣的还是赔了 对不对 我看我到2 就我现在 我230斤的猪 现在11块钱是一个 我现在可以出手的一个 持平成本线啊 那我到330斤 我的成本线是多少 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大家可以算啊 我230斤的猪 卖11块钱 呃 大概是我这都给大家 给大家算好了啊 大概能卖2530 就是一个猪啊 然后等着我这个猪呢 我给他养到330斤 大家想230斤到230斤 一头猪是不是长 就我臭枕啊 竟长100斤又好算啊 100斤又呢 实际上200斤到300斤 这个阶段呢 他的料肉比呢 大概是4.0到4.2左右啊 呃 或者3.9到4.2左右 我们均勾一下到4.0 好算啊 我这个物差很小的啊 4.0 4.0的话 现在的料钱呢 有人说现在料钱贵 料钱贵也没贵到2万钱一斤 大主聊 对吧 你配完 没到2万钱一斤 我们就把一些 一些应急啊 不爱涨啊 折旧啊 我们就占定 就是多加点 把这个实养成本多算点 这样的话 背成本钱 我们就是有富裕哈 我们就照2万钱一斤 料算 就全都加了 2万钱一斤 2万钱一斤 我这个 我说这个时候料比大概是 4比1哈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呢 涨100优 就涨一斤肉需要多钱呢 需要8块钱 我涨100 100斤优的成本呢 就是800块钱 然后我说了哈 那你实际上你这个330斤 助力成本就相当于加到 呃 我外在就是时间就不算了 我再需要投入800块钱的料钱 加上原来230斤 11块钱的一个猪本哈 那个时间我算了是2530 2530加800就是3330 3330这个猪就是现在呢 我这个猪我的成本就是3330 但是我现在能弄出多少用呢 弄出330斤的用 这个时候你再算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一除以就是3330除以330 只要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对吧 这个时候的成本是10块钱一斤 也就是这个时候的猪价 只要高于10块钱 我就能收回成本 然后多的地方 我就多赚呢 对吧 有人说那你说 我这个100斤又可能会需要 对吧 如果说我用一些吹肥的 一天说量力猪涨2斤 那也小两个月 如果说你这个不畏吹肥的哈 正常养可能大两个月 那就是说你用这个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来赌这个猪价 对吧 举路说我现在是11月份梦哈 标猪是11 那你就赌呗 我现在压大猪的意义也是在赌 就赌两个月之后 我这个大肥价格是多钱 如果说他高于10块钱 你就挣钱 他低于10块钱 那你就赔钱 你就完了 我赌出了赔了 但是赔多少可能实际价 比如说这个 实际上这个我想说 就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哈 1月份这个住价 低于10块钱的概率 很低啊 很低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的 11块钱的标注价了 大家呢 不用恐慌啊 如果说你要是 就是你可以 就是说不用那么害怕啊 我就低于11 你不卖也可以 那你就等等两月之后 两月之后还能掉到10块钱吗 不一定啊 因为现在 12月份 1月份 这个阶段是大株需求量高 捉拉幼啊 吃肉 这个大住价 相对来说会偏高 比标注高一些哈 大家有人说 这我说的是一个预测和走势 不是绝对的 就说 因为现在很多人 标注10块钱 大家就毛了哈 哎呀 这个标注降到 如果说降到10块钱怎么办 我要再养数赔钱 因为现在这个住价 是高于成本价的 相对来说 你养的时间越长 你的风险越小 除非说说他掉到掉到多钱呢 对吧 批 就是说你 大幅掉哈 只要说两个月哈 掉两两块钱 或者三个钱 这种大幅度度一个掉价哈 那才有可能你赔钱 但是 我觉得一月份之前应该不至于啊 至少12月份应该不至于啊 至于说年后会不会大量掉价 这个风险 这个风险 是有 他得累积啊 累积啊 累积到一定程度 一下就下来 为什么累积 为什么现在有风险 大家 我给大家说 现在这个住价 如果说他就是稳住11 没有大的波动 一个月之内 没有两块钱的波动 那都 对于现在住价都不算波动 一块钱之内的波动 根本就是一个成本线波动 就是 没有波动 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说 我正常治传治养的散户挣钱 呃 诸启挣钱 然后你说现在的20育肥呢 如果说没有大的波动 他至少不赔钱 所以这个风 只要不赔钱 这个风险就释放不出来 所以说一直在积累积累积累 只有说积累到某一天 一下就爆了哈 但那个掉就肯定不是 一个月一块钱的掉价的幅度 可能一个月就两块三块钱的掉价幅度哈 所以说大家 现在这个阶段呢 是有人说掉个三毛五毛 你慌了 你慌什么呀 是不是 你慌什么呀 现在 没到那个翻天覆地的程度呢 啊 稳住啊 大家稳住啊 呃 当然有人说我11块钱 我就想卖 也可以啊 就是说 大去之往后价是逐步往下降的 但是他降的快于慢 对吧 有 是吧 这个价举例 有5块钱的差价要往下降 他是两个月就给你降来了 还是给你撑 五个月八个月慢慢降 这个不好说哈 这就看猪气啥玩了 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天 对吧 不可能让大家都挣钱 可能挣钱的以后 肯定有赔钱的一天 但哪天呢 这就 这得都方就是 看了哈 有一个合适的叶数了哈 呃 这里说到这个 我们这个猪价哈 就是说 你说那你是不是这一日养大猪 就一定合适哈 现在这个阶段养大猪合适哈 但是大家是凡事没有绝对的 我们养猪呢 没不是说就是遇到高价 那他遇到赔钱的时候呢 对吧 这个 标注加低于成本线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养大猪就不合适啊 就不合适 所以说大家每时每刻都要算账 但你要知道怎么算哈 还是这么讲啊 就是说 大家知道啊 我们就是说 照肉成本 230斤左右 那个时候 平均算 料肉比 我们照3算哈 对吧 就3 料肉比3 算正常吧 啊 230斤标注 呃 我们还是算啊 这个时候的料价 我们还是照两块钱一斤算 其实这个时候的照肉成本就6块钱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猪价呢 低于6块钱以下哈 就标注猪价低于6块钱以下 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5块多钱 6块钱左右 我那时候就不介意大家 养大猪憋大猪 因为你那时候憋大猪赔钱 为什么赔钱 为大家帅一下啊 举个例子哈 那个你230斤的猪 还是啊 还是标注价 标注价我能卖5块5 对吧 能卖5块5 能卖5块5 那这一头猪 我能卖1200多块钱 1260 好 不到1300 然后还是我涨100 涨100 涨到330斤 你的成本是固定的 你涨这100 又涨这100 就是说我们 对吧 料石料啊 料肉笔是固定的 还得增加8500成本 增加8500成本呢 最终呢 你这个 对吧 你算吧 1265 加800 就是2065 然后呢 产生了330斤的肉 一共啊 就是你一堆一块就这些了 330斤 你除以330斤 发现 你这个成本就变到6块2毛5了 对吧 呃 你原来的成 就是你在230斤卖 呃 你的兆肉成本 养殖成本是5块5 你给他养到330斤 你的兆肉成本 6块2毛5了 对吧 如果说这个猪价 对吧 就是低于这个这个 你要说5块5卖了 如果有人说 哎呀 我赔100 但你到6块 到你330斤 成本又高了 你那时候卖赔的更多 这就是为什么在呃 猪肉价格低于养殖成本的时候 我们尽量别养大猪 你养的越大 赔的越多 找找找找找找卖 而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说 现在是挣钱阶段 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压大猪 但这个东西呢 压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说大家都慢慢卖 没 就是有批式的卖 大家还能都 就是撑到 还能多挣会儿钱 如果说大家这个 因为现在确实是都挣钱 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往下卖 那这个价炸得也快啊 风险就这样来的 因为有利益 大家都肯定越 越挣钱 大家都越往这上来 大家都往这上扑的话 哪天这个这个这个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呃 是这个这个什么呢 呃 说不定哪天就崩了啊 对吧 要崩的话 大家就都跑了 呼一下就没了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 肯定有一天会掉下来 所以大家就是说 你是进行一个极端的来一个赌啊 还是说进行一个批式化的一个 稳健的一个出租啊 说到赌呢 最近世界杯啊 呃 赌球的特别多啊 呃 我在这里还奉劝大家少赌球啊 那个 不要说被这个网络行为说 今天谁谁谁 呃 我说赌赢的 毕竟是少数啊 我就是买个房啊 五十倍一千倍的 这毕竟是少数啊 绝大多数是倾家荡产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这种幸存者的励志 幸存者偏差吧 给误导啊 小赌一行吧 你要说 但是大家可不要说这个盲目的赌球 赌球跟赌博是一样的啊 如果说任何赌任何一个东西啊 如果说你要是深陷其中了啊 那必定就是早晚是 啊 早晚是这个 始无葬身之地吧 啊 这个我们不用 我这个不用捧着你落啊 赌博就是不好的 啊 奉献大家 呃 可以看球啊 我们有我们有民族情节 但是少远离赌博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别再迷茫了啊 呃 各位养猪老铁大家好啊 呃 我昨天呢 发了一个12月份 猪假的一个 呃 一个个人判断的一个视频啊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 网友和粉丝呢 就给我失去留言 就是说 因为我昨天主要探讨的问题呢 就是说 影响我们出租的 一个出租量的一个猪体 他们应该是不会偏离正常航线 也不会说 故意的说压猪 根据他们这个年报 而且剩最后一月12月份 他们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出租计划 呃 这样的话 我觉得猪假呢 呃 是一个会相对 相对平稳的 就是12块钱左右上下 呃 五毛到八毛的一个波动啊 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判断 呃 这个结论出来了之后呢 有很多热心的老铁呢 呃 就是会失信我 哎 说那个 你说这点 呃 认可 但是呢 影响猪假还有很 还有很多其他一数 比如说这个 你刮说猪起正常出租 那傻户 是不是正常出啊 然后呢 那你说 呃 现在都 如果这个 影响猪假的 不光是卖猪的数量 还有这个消费量怎么样啊 这都是影响猪的呀 然后呢 还有说这个二次育肥的 对吧 人员现在就是说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猪假得掉到十块钱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二次育肥 到 呃 快要集中抛售了 会 会降价 降价 对吧 呃 然后呢 有人说这个 有人说这个 十二月份 猪假会暴涨 为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 因为这个 呃 今天是小雪了哈 已经到正式记录 做拉幼的季节 然后呢 应该会 会这个 消费量会增加 猪假会涨 就是 抱着涨的人呢 就抱着这个观点 抱着跌的人 就抱着那个观点 呃 今天呢 就是我给大家深度 就是主条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还 保持我的观点 就是说十二月份 应该还是一个 各方中和事例 拉扯完之后 平一个平衡点 还是十二块钱 为基准啊 就上下波动啊 为什么 咱竹条分析哈 咱先说短期 咱就咱就研究 十二月份的猪假啊 你我不现在 不跟你研究 一月份二月份 或者三月份的猪假 咱就讲了 十二月份的猪假 呃 首先一个出猪量 第一点 集团呢 我我昨天 那个视频也讲了 他们是有完成率的 现在并没有说 猪根完成 还差 差就得正常出 所以说集团的出猪量 应该是 就是一个 中轴抵柱吧 能称 就是一个中轴抵柱 他也不会科学家猪 也不会说冒进的出猪 所以说就是说 猪起是一个正常出猪 出猪的哈 呃 然后散户呢 我觉得散户 十二月份 相对来说会出猪 会 略多一些啊 因为养猪猪人多了 今天多一点之后 这个猪 今天就是十二分出 应该是一个价格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我一会儿来讲啊 因为到一月份之后 影响的一些猪就太多了哈 至少十二分 现在短期内 有一些东西影响不到了啊 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价格 就是供需的一个红金期哈 呃 第二点 这个就是散户啊 因为说 那你这个整体应该十二分 略微会出猪量应该会比 十一余分多啊 散户加猪起 整体来算 呃 大家记得这个出猪多呢 也不能说就是这个猪价就下来 不一定 这个应该 因为出猪多 十二分 消费量也会多 十二分一个辣油季节哈 基本上 呃 十二月份散户多卖的猪 基本上就是能让这个做拉幼 多消费的一些人群 给综合掉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您也不用说盲目的说 一定就涨 或者一定的就 就降啊 这俩就可以扯平了啊 这两个主要影响 猪价 就可以扯平 然后 第三个业数呢 就是说 影响短期猪价呢 就是因为现在他手里有猪 想卖就卖 对吧 立马就可以砸 这就是二次育肥的一些客户啊 特别是 十月份 左右的 二次育肥的 对吧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左右这些 或者是 呃 十月十一二次育肥 他们现在想卖能卖猪的 那大家要想一想啊 想上是 他卖是能把短期内 能把猪价炸下来 但是你想啊 现在 为啥说十二块钱是个均衡点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土企 或者是猪企一个平衡点 这个十二块钱 对于 智凡这样的 对于这个 大猪企 包括一些散户 都可以接受 但是对谁呢 是最纠结的呢 这十二块钱 十二天住价 你不能往后 得赔点 所以说 既然他能住 二十一肥的 他怎么能差着一个月呢 所以说 就十二天的住价 他肯定不会 我觉得啊 百分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八十的 二十一肥不会慢 他就赌 他说 十二天不用 赌一月份 那就一月份成事 所以说 大家现在 不要拿 拿二十一肥 说事 二十一肥 他是有 砸架的一个 是吧 手里有块石头 他啥说出租 绝对是影响住价 但是他不会赔钱出啊 十二块钱 有人说 那我这个 我是九月份 压的 是十块钱 或者十一块钱 抓的这个肥猪 二十一肥 但你到现在 十二块钱 他也就是个宝本了 这个东西嘛 宝本吧 基本上 他不太愿意卖 不太愿意卖 所以说他 这样的话 反而就是我们 这个住价 最大的一个 下跌的一个因素 二十一肥 现在他是不认卖 对吧 人家说 这个说得挺残酷 这个住价 我有个设计的 你说的是 认为设计的 还是什么 就是自然的来 决定这个价格 现在就二十一肥 这个难受 卖吧 那么好得赔钱 对吧 大家是二十一 有二十 观看是有二十一肥 你心里知道 你的成本是多钱 不卖吧 不卖 反正 现在这个价 二十一肥 现在就绑着不卖 希望住涨价 但现实中 你不卖这个住价 能不能涨呢 租起的供应量 不会少 闪户这个月 也会跟着走 所以说 这个我觉得 二十一肥 反而二十一肥 对于十二月份 就是 根据 一个是十二月份 到出租的日子 但是这个价格是影响二十一肥出租的 十二五年是影响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 有这二十一肥 害怕 说一下子 砸不下来 我就砸不下来 十二五年 有几个人卖的 对吧 当然大家也别抱着 为啥我不太介意 十二一肥 有人说会不会涨 涨到十三十四 你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 赌这个小概率事件 即使你赌了 为啥呢 你就说 如果说现在涨到十三十四 我跟你说这些二十一肥的肯定 那就出租率可能就高了 他们一卖立马住价就砸 所以这个住价 上面有二十一肥跟他顶着 你要涨 他就抛 抛就给砸下来了 然后你说跌到一定 从跌到那二十一肥的成本线了 对吧 就没有砸盘里了 那个住价就不会怎么再往下走了 你说正常我们散户 平时就那些标注 就是正常 谁涨谁卖 这是正常走的 因为每天我们也是 你谁卖我们每天也在吃肉啊 日常消耗 这个就是一个平衡啊 所以说十二月份的猪价呢 应该一个平稳 就是十二块钱为基数 然后一个上下波动的这个平稳平稳线啊 呃 这是第三个第三个重大时间啊 呃 为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老有很多老铁蒙啊 有就是有业主 哎呀 这个猪肯定掉了二十一肥那么多 你要细飞细 他他怎么就多 吃多 但是卖不卖呢 对吧 这不是说这个你 你手里要有 你有养猪的 和你没养猪的 那不是我 我上车的时候说卖就卖的 不挣钱要你卖 你肯定 养猪人就这样 不挣钱 他就不舍得卖 就想挺 这是养猪人的一个心理 有人说 是吗 养猪人你都这样 就是可能到我养猪 我也那样 就没办法 这就是人 一个人性吧 正常的心理啊 呃 第四个事件呢 就是说口罩事件啊 口罩事件呢 大家知道哈这个东西呢 呃 大大的方向是想想松一点啊 但是呢 嗯 这十二分反而全国还还挺就是是想松一点 但是全国这个这个还比较越来越多啊 所以说这个疫情呢 多多少少会影响一点住价啊 多多少少会影响 但是人家说能影响 不会说影响到说因为 改就是说这个东西说 我能给你影响到两块钱 三块钱 他能可能影响到三毛五毛的一个住价哈 因为一个预输的预输的原因哈 会影响一点 这个就根据疫情的一个松紧了哈 这个应该有三毛到五毛的一个上下一个波动 其实主要在疫情啊 就是说消费量啊 出租量啊 基本十二分就是一个定 根据现在这个十二千十二块钱住价就是 不会有太大波动啊 因为现在这住价十二块钱就是一个 对吧 呃 有些人达成共识 有些人 对吧 你能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点哈 口罩之间呢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个呢 就是政策的事哈 不是为 因为我们个人而改变的 那玩意有啥政策 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吧 这属于突发之间 大家都得停着 这种呢 大家就不用说太做关注了 因为不受你控制 对吧 这玩意不是你 不受你控制 呃 其实这就是影响十二月份 最主要的几大约数啊 整体来说这几大约数呢 有争有减 有中和的 所以说十二月份呢 是一个平稳 平稳为主哈 呃 这里呢 其实为啥我说十二分 到一月份之后 为啥说变数大了呢 啊 因为这留在多说语 简单说一下一月份的住价 一月份之后住价的行情绝对会有 会变化会大 当然它到底是 掉 还是整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为说 这个为啥 到一月来年 2023年 朱企可以有一个 一个结构性 不是结构性 它可以玩个套路 我想出就出 不出 它想憋点价也可以 然后呢 到那个一月份之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二次育肥啊 你让它现在 现在行 现在是刚降到成本线 它挺一个月吧 可以 它十二分挺过去 如果还维持十二 我就是宝本了 到一月份呢 还能不能挺路呢 马上到过年了 它还不害怕 会不会在一月份集中往外抛 这都说不好 对不对 大家有人说能不能涨 我觉得大家现在 这个住价就是 现在就是维持啊 涨率概率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些二次育肥 涨价他们就会给砸了 你知道吗 因为有他们在 他们还没出手呢 现在是宝本价 没怎么出手呢 对吧 有他们在这个住价 短天内 不太好涨 就是能维持这个十二块钱 就是十二分 就是就挺好了啊 然后那个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那个 一月份之后 这个大家知道 九十月份 那批的 正常的一个育肥猪 就已经可以 上市了啊 如果说住价 对吧 我说了 因为有二次育肥 住价 不可能长 长大太多 长大肯定压了 如果这个住价 倒是说因为 各种原因 二次育肥 往外出 集中踩踏 然后这些 这些这些正常 正常育肥的猪 九十月份的育肥猪 到一二月份 想卖也能卖 大家都往一起 集中踩踏 这住价应该会炸下来 但是具体怎么样 咱不知道啊 这只是预测 他有 有 有 有往 有往下炸的 机会和 耶稣 也有这种可能 因为如果说 这两种 这两种出租的 势力 他一起往外出 住价一定会 会炸下来啊 大家炸多少 那就看大家 出多少猪了啊 这个价 维持到大家心理 心理预期啊 有十万钱我卖 对吧 到九万钱我不卖 那可能大家都挺挺 那看大家预期 怎么样了 所以说一月份 后面变数很大 先不说哈 等十二月份过完 看看这个住价怎么样 这个二质育 纯燃料能消耗多少啊 这是看住价了 呃 然后呢 人家说 其实很多卖药的 拿拿这个疫病说事啊 疫病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不会影响 短期一两个月的住价啊 疫病 疫病来说 一般都影响 三十个月四五个月之后的住价 对吧 比如说冬天 我说这个猪得 穿越微信员或者流行腹泻的 那你整个就是 使是点猪宰之外 或者有时候我就 就即使大猪得这个 得这个得一个小飞了 对吧 因为说那他也一样卖了 就是你这个供应量是没怎么影响的 所以说你这个住价不会影响太多 不会出现这个根本的转变哈 但是这个疫情呢 可能会影响三到四个月的 就三个月以后 四个月以后的住价 但这个就是比较远期的 远期的事情影响 也说的 我说太多了 不单纯一个疫病 那就还得多方面分析 现在就只能说 我们现在就只能 一个月分析一个月 咱们现在分析十二月份 就有这些因素 综合了 就是如果我说这么多深度分析 综合来看十二月份 相对来说 根据这个十二块钱的一个均价哈 应该能为应该维持一个不是问题啊 如果说有人说会不会变 有变局有变局 我估计应该也在一月份 是不是变的 那就看了 一个是看二十育肥这边 能不能捧住啊 另外一边看这个正常的 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 对吧 标株 这边客户着不着急往外挤啊 我想是不是我非得投一月 一月份往外习近出租啊 那这猪价肯定会掉一些的 对吧 但十二月份暂时还不会啊 因为十二月份 他们这个九十月份这个猪还拧不上 还小 想卖也卖不上 因为十二月份 能卖猪的只有啥类人啊 一个是猪起 他手里有猪 就正常可以卖 另外一个闪户部分 有一部正常育肥的猪 就十二分的猪 就把那是七八月份 五六分的猪 对吧 有一部分 还有第三部分人 就是二十月肥 这啥类人啊 这啥类人 是决定出租数量的 现在二十月肥 我觉得现在十二块钱 这个价基本上 他们不会卖 他们就可以 十二分就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在就是说 还能卖出还挣钱的 就是这个猪起和散户啊 正常出租 吃饭吃饮 你十二块钱也挣钱 他也能卖 就维持一个正常供应量 现在就是十二分 就是这个格局和走势 给大家深度分析就到这里啊 这样的话 就是各位粉丝 那个你们的问题 我也同意给你们解答 解答了啊 你们所关注的 什么二十一肥呀 口罩事件呢 是吧 消费量增加呀 什么腊肉啊 冬天这个又是 那个那个猪肉炖粉条啊 等等啊 消费量增加呀 但是呢 十二有个相对来说 这个出租量啊 也会正常多一些 这个都不是你一个上涨的绝对理由啊 但你要说非要说这么说 那我也说不了什么 只是给大家一个 公正客观的一个分析啊 然后呢 至于说有人说 九十月份 那个正常的标注 那个呢 至少十二月份是影响不到你 一月那是一月份的事了啊 疫病也暂时影响不到你啊 十二分 希望大家 希望吧 这个十二分 能维持一个十二十二的 也维持十二啊 我觉得就算可以了啊 到一月份之后 我觉得十二都有可能是一个高价了啊 可能有些人不爱听 云仙说你得喊十五十六 好 但是 我只是公正的说啊 然后最后再说一点啊 这是个人的一些观点啊 仅供你们看参考啊 不作为你们投资 卖住的一个依据啊 啊 然后那个那个 有啥风险 嗯 自己要慎重考虑啊 好 今天就录到这里啊 呃 各位养之朋友们大家好啊 那个今天来录个段子啊 今天来讲一下这个 十一月啊 到十二月的一个 住家走势啊 也就是说二零二二年的一个 最后一个月收官啊 一个住家走势啊 呃 因为最近呢 这个住家 掉了啊 也不算掉吧 就是在一个十二二十二左右的一个 地位的一个徘徊啊 呃 因为大家觉得 在之前呢 十四块 多 左右的价 掉到现在这个十二块多 大家就心里有点 有落差了 就觉得现在这个是不是 一个低价啊 呃 实际上现在这个十二块钱 左右的一个 一个一个波动啊 就是一个正常的波动啊 大家也不必过度的口慌啊 人家说这个会不会再掉到十块钱 或者是掉到这个 十十块钱 呃 这个应该应该大概率不会了啊 我觉得个人观点就是说在十二块钱左右 一个波动啊 呃 当然有的人说期望会不会说 十二月份有一个大涨 就个人观点来说就是说 进行参考 但是十二月份 通过这个全国主席的一个数据和这个政策的一个导向啊 应该不会有大的波动啊 您说当然说十二月过完 呃 一月份之后 那天年后啊 那是下一产年的事啊 就是说二零二三年的事 咱们把二零二二年收个稳啊 呃 因为二零二年呢 大家可以看啊 大家在公开的一个数据可以查啊 就是说这些 呃 有十多家上市的主体哈 他们的一个财报年报 包括一个 呃 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第三季度 或者是到一到十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哈 呃 这些上市公司 他们都是有计划的哈 呃 我给大家汇总一下 为什么跟跟这么说呢哈 呃 这里像那个 其实还是看前几名嘛 因为前几名这个体量就比较大了哈 跟后面那个后 那个五六就是前十名来说 就前五名的体量 嗯 就可以占三分之二了哈 或者是五分之四了 后面体量非常小 呃 这里呢 像那个中国最大主体沐原啊哈 沐原呢 是2022年的年计划呢 是出兰五千四百万头啊 就是五千四百万头的一个出租量 因为没有没有什么概念哈 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三亿人口左右哈 其实一年的一个生猪消费量 也就是在六亿多头 六亿到六点五亿啊 平均两个人一头猪 也就是说沐原 他的出兰量几乎就占到 整个的一个份额就占到百分之 没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左右了啊 几近百分之九了 这个份量是很重的 也是有话语权了啊 呃 当然呢 就是说沐原是在所有这些上市住居里 呃 他的出租量是最好的 他截止到十月份哈 就是说十一时 因为十一月份的 呃 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出租率 这个这个财报没公开啊 就十月份已经公开了啊 就是说截止现在沐原来说 一到十一分的出来量 就是说到 达出来达成率 他已经出了仅仅五千万头 他的完成率是百分之九十二 也就是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 完成那个剩下的百分之 这把很轻飘啊 对他一点压力都没有 呃 但是说市面上的老二老三老 其他的主体完成率 我看了一下 整体的话 除了沐原 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啊 剩下的呢 都是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哈 你像那个温室呢 年计划出来的是一千八百万 而到现在实际出来呢 是一千四百万 他还有四百万的一个缺口 要在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出哈 呃 然后这个西西望呢 他的年计划呢 年计划是一千八百五十万 但他的实际出来量呢 应该是在一千一百一十五万哈 呃 他的实际完成率呢 是百分之八十八十一 比如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 他还有大概是三百 就是接近三百八九十万的 一个出入量 一个缺口 这些三个公司呢 一般来说都会把这个缺口补齐 因为上市公司嘛 他是需要把这个财报年报 做出来了 就是你今年的计划 你得完成啊 你今年不完成 你明天再做计划 这些投资人谁还信呢 所以说上市公司的财报 他一般都会 嗯 想办法的完成啊 到一般到十二月份为止哈 呃 然后下面后面 正邦就不说了啊 正邦虽然 呃 也出挺多 但是正邦是 他现在至深难保啊 都要破产了 就是他的出入量是越来 他现在已经 呃 咱说 对于正常经营来说呢 他现在这危机很大啊 就出入量是 越来越少 然后卖猪体重越来越小 为什么又没有钱呢 就只能卖猪宅 但是这个利润就很低了啊 他就不代表 像后面像什么 奥农啊 天康 太阳神 这些体量就太小了啊 一年一共的年计划 出来量 呃 也就是三十百万啊 有的甚至一二百万 占不了多大分隔 但是普遍的商势公司的完成率呢 都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小的像那个金星农呢 年纪花出来一百二十万啊 一百多万的体量 有这样的可能完成会很好 呃 所以说 整体来说 员说那这 现在这些商势就变成这些商势 不准就 拍一张老大的老二的 他们能不能影响住价 按照这个 他们现在占的市场分隔 绝对是可以影响住价的啊 他们就是少出 一个月少出个一百万二百万呢 是能影响很大的住价的啊 呃 但是呢啊 我想跟大家说啊 呃 十二月份嘛 最后一个月 现在十月份快过完了 呃 这些大主体 他还得跟着跟着政策走 对吧 呃 你得听话呀 政策告诉你 你不要再涨价了 好 那他们也得 也得听着 所以说 我觉得到十二月份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其实这个十二块钱 应该就是 各方利益的一个 一个平衡点嘛 就是说你十二块钱左右呢 呃 老大呢 也不会说 呃 太严格的这个批评你 就是这个价格就是 可以了 好 然后呢 朱喜呢 也觉得这个价格呢 也行 我也挣钱 因为说 现在这些 你像牧原公布的一个市场成本 对吧 他大概是 呃 十五块五到十块十六 那这个市场成本 也就是差八块钱一个市场成本 你一个猪卖 你卖十二 还不行吗 对吧 那那个 对吧 百分之 对吧 四块钱的利润 纯利润 成本是八块钱 你四块钱的纯利润 百分之五十的纯利润 这 这已经非常好了 周期也接受 然后国家也想 这个 对吧 呃 当然还有的像一些企业 公布的成本 说我这个成本可能九块五 或者是九块 或者十块 那他也挣钱一个猪挣两块 就一斤挣两块钱左右 好 那也可以 对吧 百分之二十三十 当然说有的说 这个当然这个数据有没有水分 我们这里不追究 整体就按最高的来说九块五 九块五的市场成本 你猪体是挣钱的 对吧 你可以了 对吧 就是国家也许你挣这个钱 但是如果说你要非要说 你要非要炒到十四十五 对吧 你看现在最近这几天 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是不是就不频繁喊话了呀 不像说那个十月末那个时候 是吧 那个十四十五多的时候 对吧 官官家就是频繁说话呀 对吧 又是预警啊 又是放储啊 就是警告啊 对吧 现在就相对来说 信心里面比较消停了 就是大家对这个价格已经 已经继续形成一个 很一个平衡点吧 就各方都能接受 对吧 对于老大也能接受 猪蟹也能接受 我也挣钱 呃 现在唯一就是 不接受的呢 就是我们这些二十具肥的和散户 其实你们也挣钱 但是你们唯一不接受的就是 为什么短短十月份 对吧 我能卖十四十五 我十一月份 我就卖十二 啊 这里外里差一个 对吧 一个 一斤差 两块左右 现在都三十百斤大猪 那一头猪差七八百 你不接受 但是不接受这也是实 啊 我这里拍这段就想告诉大家啊 就是 呃 个人观点啊 就是仅供参考 不作为你这个 投资啊 卖出的一个 凭凭证啊 仅供你参考 个人介意的十二分的住价呢 呃 十二块钱应该就是一个平衡点的 再掉也掉不落 掉不落 就十一块 五左右 就我估计就是一个小 十二 这那十二分 就是一个小底的啊 你要说涨呢 上下波动呢 也不会涨到十三 也就上下一块钱左右的一个波动 这是正常波动啊 因为说那 平 你这个平 不平稳就一定是天天十二块钱 不是的 他肯定涨几天 再掉几天涨几天 但是呢 十二分我不建议大家在 在期盼什么大行情啊 当然呢 十二分过完 到一月份之后呢 那是下一千年的事 对吧 下一千年的事 国家不会管 对吧 我就举个例子 你像那个西西旺 他可能二二年二十三年计划出一千八百万头的这个生猪出来 对吧 那我一月份 我出多出少 你谁也不说出来 然后那我一月份不出 我可以二月份出 二月份不出 我可以三月份出 这个 这是可以的 最终我把你全年目标完成就可以了 但这个 涉及到猪起呀 这个资本怎么炒作 我觉得那个受影响面太大了啊 现在影响猪价的耶稣太多啊 原来说就是一个 屠宅厂啊 影响猪价 现在呢 就是这些生猪企业 他也完全可以控住猪价 我就不出猪 只要说减少市面上3%到5%的供应量 这个猪价波动是很大的 对吧 你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说 咱们有十个人今天想买东西 有有有 有啥个人要没买着 立马这个恐慌程度就起来了 夸话涨 但是在在卖的时候呢 对吧 呃 所以说这个视频就是给现在这个大家 大家有点撑不住气 害怕的 我记得这个时间段呢 大家12月份呢 也不要赌了啊 就是顺势出来 你那个猪够大呢 12块钱左右呢 卖呢 你也挣钱 也没有啥坤可吃 对吧 当然 有时候你那个猪太小呢 你也不必恐慌 哈 也不必恐慌 当然你要说来年一月份的事 不知道啊 因为现在 现在这个技能为啥呢 还相对来说有点指示 现在是最后一个月 大家就为了完成这个打卷哈 他整个也得完成 整体应该不会 就是误差会很小 对吧 你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像这个 这个 就像这个试卷的哈 就像这个试卷的 你知道了12月 就是一年12个月 你已经知道 10个月的一个 就是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的 东西都给你展示出来了 你就再做一个判断 就很好 很好判断了 对吧 如果说来年 你就知道一月 全年12个月的数据 你就知道一个月 两个月的数据 你来判断后面那个 七八月份的走势 那是很难的 几乎是判断不出来的 那就只能看 对吧 这就是研究庄家 怎么来设局 我们才能 那只能看呢 因为我们只是市场中 一个跟随者哈 这个我们是不了局 我们也影响不了大局 大局还是这些 大主体 他们是能影响 就是他们是有这个影响 这个局势的能力 但是呢 他们还得听话啊 还有政策来 有紧箍咒 来 来说人 还得听老大的哈 老大要是说不高兴了 你再有能力 你就是再狠 想给你干掉也很容易哈 就是这方面参考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啊 希望给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对注价比较迷茫呢 给点建议啊 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大家 不要说被这个恐慌情绪所影响啊 今天掉三毛 明天掉五毛就害怕了啊 其实到到12块钱 主流这个注价 就是一个平衡点了啊 他再掉掉不拿去了 你要说 但是你也不要盼望了再掌握少啊 这个就是 这个这段时间大家的一个平衡点啊 你就是 按照你这个猪群啊 但是尽量往前你啊 因为 12月份 咱大概说这个猪站能维持这个程度啊 11到12之间啊 能维持啊 左右啊 好一点 12块多啊 但是1月份之后呢 是不是给你砸了一下啊 给你挖坑 等人往里跳啊 这都不好说啊 这个那就以后的事儿 但是 就是说12月份 大家有猪够大的 想出的 纠结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希望大家这个 呃 就是 嗯 不盲目吧 不盲目吧 好好 今天就到这里啊 喜欢的继续关注 各位养住人大家好啊 嗯 今天来录个段子啊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个比较争议的话题啊 就是一个是网上 网上卖药和线下卖药 呃 这里呢 那个 就是说尊敬的来说呢 对对吧 网上都把养住人挨呀老体挨呀亲人呢 实际上我跟 我我这里想跟大家说 大家 养住人95%啊 都是小白啊 你不要觉得 大家 其实你在这个 这个行业的水很深 你在这里就是个小白啊 为什么是小白呢 别人说啥是啥是吧 我头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 是我们这个 呃 同行啊 我看我们的同行 很多人在朋友圈都转啊 呃 这个某某某的这个网红 网上进行兽药 包括卖这狗低廉的啊 几个三块三块九毛九啊 两块九毛九啊 这些低廉的瘦药啊 被抓了啊 然后呢 就开始炒作啊 这个意思 就跟线下的网 线下的实体店发了一个那句意思 你看网上的全是假的 对吧 网上全是假的 我这个贵是应该 呃 我这个贵呢 就我就应该贵 但是他说不出来道理 是吧 就是误导 误导这个养猪人啊 当然呢 这个你这么弄完之后 肯定会有一些网红在网上澄清啊 哎呀 告诉你这个 我这个东西是国标的呀 我这东西是合规的呀 对吧 呃 我这个是真货呀 不是假货呀 你可以在我这买呀 对吧 这就是两 就是线上和线下在打架啊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说到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啊 就是说你就是每一样东西啊 你贵与贱 决定权不是在于嘴啊 就是我说这玩意贵就是贵啊 他说那个东西便宜就应该便宜啊 你应该说出你这玩意贵在哪 好在哪 对吧 呃 其实网上争议最大的 嗯 也是让老百姓莫能量卡 莫能量渴 也是让这个生产厂商 呃 最容易 呃 这个这个 浑水摸鱼啊 打着刮羊头卖狗幼啊 的其好就是一个中 中受药的一个制剂啊 中受药的一个注射液 呃 像我们常用的什么鱼腥草啊 鱼腥草注射液呀 把蓝根注射液呀 七黄注射液呀 还有那个什么 呃 柴虎注射液呀 呃 很多我想跟大家说啊 实际上 嗯 中药产品啊 中药 中受药产品 呃 我之前给大家拍过一个视频呢 呃 很多人拿网 拿这个国标说事啊 其实国标呢 是一个最低的门槛啊 它最赤的一个门槛 呃 所以说 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去买国标的 呃 中受药产品 你就不要买 非常不好 因为他那个药点啊 已经是过时很多了 他都几十年 好几十年前的药点 那个那个年代配合了用的是什么呀 配合用的是清炼霉树那个年代 对吧 但是你到现在这个年代 这个疾病这么复杂 病菌 这个这个 细菌病毒混感 啊 免疫痣啊 等等这些 我们高负荷生产 原原来那个药的一个设定的药量含量 对于现在来说 根本就不够 根本就不够 呃 所以说一些厂家的中药产品 如果要是想 在市场上 呃 获得口碑哈 让大家认可 只有两种手段啊 第一种手段呢 就是一个违法的手段 妄理 添加西药哈 对吧 中药 药要有西药的效果 它一定是很 很好的哈 效果就是大家非常认可 但是这种是违法的 我跟你说 知名的企业或者是大企业 绝对不能干 当然一些小企业 对吧 那就 没法 没法评价了哈 第二种手段呢 就是说 在我符合你国家标准的前提下 厂家都 就是每个生产厂家 都有自己一个内控标准 特别是中药产品啊 中受药产品 他如果说想在市场上 大伙认可 就是说我这个中药好 他一定是 在国标的基础上 呃 我提高十倍 或者是五倍 然后呢 才能达到效果这么好 因为大家都是说白了 都是一个脑内 对吧 两个眼睛呢 你说配方都跟他摆着呢 对吧 那怎么大 就是有这个配方 都是名的 那为啥有一些大厂家的 中受药就好使 对吧 为什么销售价就不好使 你是 如果说你按照国标来说 大家都合格 但是为什么 他好使 因为他 他不计成本的 把这东西提纯了 所以说就贵 呃 这是为什么 就是即使说 这个同一个厂家的 生产的 这个 就是都拿 都渔行厂了 都都叫 同一个厂家的渔行厂 他都分高 那个高 就是那怎么说 高提纯的版本 和普通版本 普通版本 就是我们 大家常说的国标 肯定是合法的啊 谁也不能生产 不合法的 是啊 合法合规 但是呢 你看大政治正正正规的 大企业不会 靠这种国标的中秋药 来占领市场 呃 要来输口呗 让大家认可我这个玩意 这个东西一定里面是 要么提纯 要么加东西 你能认可我 如果说大家都 都特别普通 那我为什么要买你的呢 为什么要买品牌货呢 对吧 那我就买大陆货呗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 要明白一点啊 就是说 呃 这个中秋药的国家标准 那个那个 很低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呃 在我这出现 这个网红 卖兽药被抓了 还有一个事件 就是说低价的问题啊 还是拿鱼星草举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 网上卖 三块九毛九 或者两块九毛九的鱼星草 一盒啊 能不能买 或者是两块九毛九的 本来根能不能买 或者两块九毛九的 柴湖注射业能不能买 我在这里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能买 有人说为啥不能买 它是假的吗 在这里我想说 它不是假的 你也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效果 它没有效果 呃 有人说 怎么可能 那线下 卖二三十 它是这样啊 呃 线下呢 也有好人和坏人 对吧 当然有一些坏人 他就是拿这种低连的卖你 那他就是 忽悠你 因为你是小白呀 对吧 你要懂 他就不忽悠你了 你是小白就忽悠你 这有这种现象 但是有一些好的中药 绝对不是三块五块中的 它提纯 你算吗 这个成本的板上 你像你买那个 咱就说 比如说鱼银炒了 呃 鱼银炒行 你买两块 三块一盒那种的 你可能打 打那一盒 也也不定买那个三十二十 打一只好使 啊 你像像 还有像买柴壶也是 大家知道柴壶退烧 你买那种便宜的柴壶 你打那一盒 可能他也退不下来 对吧 但是那种好的柴壶 为啥那么贵 包括像那个 板栏根也是 啊 黄奇多唐也是 啊 呃 当然有人说 那个 这个东西 呃 国家可以鉴别啊 中药 我已经给大家讲过 这个中药标准 中药呢 它是按照西医的检测方式 啊 检这里的 那个化学元素 啊 这东西是可以造假的啊 而他只是检单一的成分 而不是中和的检查 这样是非常容易造假的 下面我给大家切换一下镜头啊 讲一下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这个 一块两块三块的这种 这种这种中受药啊 为什么 即使它是国标的 它没有用 它只能 那就跟水 跟那个西枝叶 跟那个水是一样的 那你买它干嘛呀 不起作用啊 我们买钥匙起作用的啊 呃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呃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啊 比如说 你说的玩意 我给大家收一下啊 呃 这是电脑上收的一些 呃 这是最新的啊 中国售叶点 2020版啊 两几 2000年 2020年的一个最新版本的一个售叶点啊 其实这里能就告诉你这个很多药啊 告诉你 它是怎么做的 加多少量 如何检测的啊 我们还拿这个市面上最普通的 就是这个鱼腥炒注射液 对吧 我给大家点开啊 鱼腥炒注射液 扩大一点 我就拿鱼腥炒举例了啊 然后 那个 别的 就是 同理吧 同理吧 大家可以看这个里啊 就是说 为什么鱼腥炒出现不进了 有人说 那网红那个鱼腥炒卖两块金毛酒 卖三块金毛酒 然后他告诉你赔钱 我想跟大家说的 赔他 赔他 赔 赔什么钱呢 是吧 而且他挣的还比较多呢 就这个三块金毛酒的鱼腥炒卖你 他的成本可能 一块五都没有 对吧 他得挣三块金毛酒 他得挣你一半 他得挣你百分之百的利润 是吧 呃 当然你买到家除了一个便宜 他不好使啊 没有效 主要这一点 虽然他是真的啊 有人说你你咋说的 其实鱼腥炒制作很简单 鱼腥炒注射液 大家可以看啊 大家可以看 很简单 他的原料就需要这个鱼腥炒两千克 大家注意一下啊 要点你写的鱼腥炒两千克是鲜鱼腥炒 什么叫鲜鱼腥炒 鱼腥炒鲜的就是那个没晒干的 那个两千克就是四斤 那个东西就相当于生的鱼腥炒 四斤 生的鱼腥炒 你想你买四斤白这 四斤白这才多点玩呢 这四斤鱼腥炒能有多点玩 晒干的还有还有多少了 对吧 还有多少了 然后用你知道用这个四斤 其实这个 那个你去产地打 你看那个 就是这种生的鱼腥炒 这个那个还是鲜的啊 还是鲜的 没晒干的鱼腥炒 也就是两块钱左右一斤啊 这四斤鱼腥炒就是咱就 八块钱就涨十块钱成本 十块钱成本 他能做多少呢 大家知道啊 后面可能加一些 对吧 通过蒸馏啊 就像这熬煮是一样的 然后再加一些佐剂啊 防止他这个 就是 药里都会加这些东西啊 就是配合一下 调节一下顺点性 就能更稳定 稳定剂啊 或者是也可以利用防腐剂啊 这种东西啊 呃 家里 呃 然后呢 呃 最后呢 就是说 最后呢 就是 四斤的鲜鱼腥炒 就能制成 一千毫升的一个成品 这一千毫升 大家没有感觉啊 一千毫升 就是说 相当于大家在市面上买十盒的 好 一一支 一盒里十支 一支里十毫升的这种鱼腥炒 啊 能买十盒 也就是说他 十块钱成本 啊 十块钱的成本 十块钱的成本 就是原料成本 就是 而且还是真的啊 然后再加上厂家的代工啊 你要找找找哪个厂家代工都可以 包括大厂家都可以 给他五一盒给他五毛钱的肯定干 其实这个一块五的成本绝对能做下来啊 就这种所谓的国标的 就是说呃 低含量的鱼腥炒 这种鱼腥炒 你说这种鱼腥炒是假的吗 不是啊 就你想 十五万钱就能做到 做十十盒 一盒的成本 就是我能就是做到一块五一盒 那你说他卖你三块九毛九一号 卖你两块九毛九一号 一盒挣你多钱 对吧 关键是挣你多钱的 这个东西都不要紧啊 就是说你买回去这个东西 他他不好使老铁们啊 你别叫老铁了 叫老铁 我觉得都台语你们的啊 你们就是非常傻的一个傻白甜的小白啊 真的傻不懂啊 你们就是小白 呃 你拿回家这东西 你说我拿的是咋说呢 是制鲁方炎的啊 制鲁方炎的 或者是制这个鲁方水肿的 对吧 拿回去他不好使 是不是当过事啊 含量最终都是百分之二十的 对吧 可能大家买的都是像 大家那个都是三啊 就是十毫升里相当于 预约成为二十颗 都是这个标准 百分之二十含量的 你钱花了 是花了也挺便宜 但是不好使啊 解决不了问题啊 我们买受药是为了解决问题 最终当的是你那猪啊 他就说养猪人 你那个鲁方水肿 你以为好了 或者鲁方炎 他没好 然后呢 母猪就是奶水不好 小时候不爱吃奶 辣西 问题很多 实际上就是鲁方炎 人家说我打 我打消灭药了 我买的 你不干 我运行这好 我买的 但是你那玩不行啊 那玩不行 然后说那个 像那个鲁方水肿 只供 这个这个这个 只供那边炎等等啊 呃 因为这个问题 我跟今天跟卸下一个科目落 他就跟我说 哎你称 你看你那卖的便宜 然后就说你不也 那他就跟我跟我说啊 你别说网上卖的 那卖的东西 你们都说是假的 你那也是真的 我说他是真的 但是不好使 然后那个客户 就就就就 也是哈 这个我想说说 我因为我手里卖一个 呃 二三十块钱 一个这个一个高端的鱼章 卖三十块鱼盒啊 呃 就是嫌我家的鱼章啊 当然呢 他也给网红出一款啊 给网红出那款 就是按照国标做的啊 我估计他的生产成本就是一块五 然后呢 客户呢 就会在那个在网上买 呃 就网上卖三块鱼猫九啊 是四块鱼猫九 我记不住了啊 是五块的 然后 然后那个 因为线下有客户找我啊 他说哎 你看小刘 我就站你呢 你看 你你那个 沈阳伟家的鱼猫啊 卖我这个 三十 他说你看我个网上买 花五块钱买的 我说那个 或者是花三块鱼猫九的 我说大哥 你看啥 他说你看这写的生产 都是沈阳伟家生产的 我说 都是沈阳伟家 我说这个企业代工 这个很正常 我说你买食料的食料 还要给别人家代工的 只会贴了牌子 对吧 是别的牌子 但是生产厂家是他 我说你看他那个 我说你那个 云上拿跟我一模一样吗 我说我这个叫轻产 你那个叫什么 他肯定弄个别的牌 但是 可能是生产厂家 写的都是沈阳伟家 但是我说你那是代加工的 他不是不一样 我说我这个就是提纯的 效果就是好 要不要 我说 我说大哥 那你 你打那玩意效果好吗 我说 我这云上打上是不好使 他说是好使 我说那就得了呗 我说那你还 你还跟我讲什么呀 对吧 你跟我讲 你这意思就是说 你是想要说 还便宜还好 我说 现在你想要的 还便宜还好 还是这要 我说就是这种 他能 我能给你做到便宜 你能给你做到是真货 但是你还想要到 想要那种 对吧 在说市面上这些品牌 一些品牌企业的 主打产品的效果 你就做不到 我在这里再 再多摞出一句 市面上有很多 优秀的企业 而且每一家优秀的企业 手里都有几款 非常特殊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 对吧 就是大家在 他同类产品 他为什么会突出 他肯定是内控标准 是很高的 对吧 内控标准是很高 很高的 所以说他好 对吧 当然 市面上真正好多东西 没有一个便宜的 对吧 只有一些傻小白 觉得哎呀 这东西 我得还得买便宜 还好 没有啊 市场上是没有的 还有点 我还要多啰嗦一句啊 为什么老外 不碰我们的重要啊 就是因为我们 这个标准太低啊 老外 你看老外 从来不跟我们打过来之后 我只做 我能说的明白了 我说我明白了 他不做 所以说今天这个热风 那个那个朋友圈 比较吵的 这个网红卖假药 被抓的事件啊 给大家讲一下啊 然后呢 网红卖的东西呢 摘药也好 假药也好 贵也好 贱也好 包括线下实体 实体店卖的药 贵也好 贱也好 对吧 摘也好 假也好 大家多 多听听 多看看 多比一比啊 别都听一家的 我觉得别都听一家的 现在不是说 谁 那个 网粉丝多 谁说的就对 或者不是说 谁家店多 店大 谁说的就对 不一定啊 就是说你多费系 多比较比较 因为现在这个 毁销视听啊 大家已经为了利益啊 为了挣钱 已经不择手段了 对吧 已经不择手段了 因为现在 都是一个 个人品牌为主的 一个营销方式啊 就是说 比如你信到我小刘了 我说不过 就是你可能 我所有的东西 你因为都好 你明天 应可小张的 你觉得小张 所有东西都好 对吧 但是 但是呢 我想说 如果说他只卖一个品牌 那绝对是有片面的啊 如果说他卖 十个品牌 八个品牌 对吧 这次他能告诉你 哪个 比较吧 就他手里 五个品牌 八个品牌一比 也能比出好赖吧 对吧 而不是说盲目的 跟你推荐一个啊 我建议大家 多比一比吧 现在购物 确实有一些盲目性啊 不像原来 我们去超市啊 大家知道 你看原来超市 卖东西就是 我我同类产品哈 像那个 空间水 我有十 我可能摆了十样 当然这十样肯定是 对吧 千差万别 各式各样的 有的呢 对吧 是这个价格高 价格高 他肯定是会标出 我这高在哪 跟这个便利不一样 低在哪 还有的是 对吧 但是现在你买东西 不给你讲那些 就告诉你 我这玩意 对吧 或者那个 便宜 然后 好不好呢 有人说好 瞪眼睛说好 那你好在哪 你说明白一点哈 不要拿具体的标本 标准哈 比如说我是个人 你是个人 不一定是好人 对吧 因为人的标准 是很宽泛的 但是好人的标准 他就比较 对吧 他就比较 要求就比较高了 对吧 你叫合格的药 他也是 标准 也比较宽泛了 但是你是合格的好药 这个 你就得好好筛解 筛解了啊 呃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我只拿这个 呃 鱼星草 做例子啊 呃 不爱个儿讲了啊 因为很多药 其实很多啊 就是说的都很多啊 嗯 不爱个儿讲了 讲太多 我有点烦点啊 今天就讲这些 大家喜欢继续关注啊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 然后汇总一些热门问题 大家给大家同意解答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今天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今天这个视频是给这个养猪人录的啊 呃 各位养猪人大家好啊 那个大家知道啊 在我们养猪过程中呢 我们是非常关注猪架的 所以说对于猪架预测这件事啊 大家是 呃 很关注的 呃 当然猪架预测呢 嗯 就是 褒贬不一 对吧 有的觉得这玩意有用 有的觉得这玩意就是纯忽悠 就是说那个 扯出扯淡 对吧 呃 观点不一样 呃 听得到这玩意有用没用 对无对 但是没有人细讽跟你讲 猪架预测到底有没有意义啊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猪架预测到底有没有意义啊 呃 实际上猪架预测 他的 他的逻辑呢 就跟我们所谓的算命 对吧 预测之理的寿命 求福啊 对吧 这种 消斋啊 或者求神拜佛 意义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对未来的事情 没有 不知道 然后呢 心里空了老的 还没底 就想找一个 我们认为啊 比较靠谱的人呢 对吧 大师啊 对吧 或者是网红啊 或者是 对吧 某路神仙呢 某位 菩萨呀 来 求证一下哈 当然结果怎么样呢 啊 像我们现 我们现实中 像求证这种网红 我们是可以验证 结果的 对吧 当然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 没法去找神明去验证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不了了之的哈 呃 这就是我们现实中 一种现象啊 很多人可能觉得 算命也好 预测也好 是好 没有用的 它一点用 没有浪费时间 但是呢 虽然 我们嘴上都这么说 没有用 但是实际上 大家干的事呢 都是对这个东西 就不知不觉的 趋之落物啊 明知道这个东西 没有啥意义 但是大家还都喜欢 喜欢去算命啊 预测呀 对吧 发表一下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呢 谁都离不了 都陷入了其中哈 呃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觉得很没有用的事情 在这这类行业哈 预测 预测 或者是猪价预测界哈 就会出现一些江湖大师啊 所谓的大师 所谓的专家呀 或者说就现在的网红啊 对吧 呃 为什么呀 就近 对吧 你既然大家觉得都没有用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名人 而且他们通过这个可挣了 挣很多钱 对吧 收割我们很多韭菜 为什么 他们怎么挣钱呢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其中呢 今天就给大家剖析一下这个 猪价预测的一个底层逻辑啊 呃 首先一开始啊 如果说你这个人 对吧 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 猪价预测 是没有用的 是废话文学啊 这首先你 你在看待问题上就有问题啊 你就不是辩证的来看待问题 你就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人 或一个比较极端的人 当然这个呢 不是你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比较浮照的 比较极端啊 呃 你可以有空 自己做他来静静的想一想 呃 就是说对吧 呃 然后有人说 下面我讲哈 有人说 就是说比如 你对这个 咱们所谓的这个江湖骗子 江湖大师 或者网红 如果你本来对他就不屑一顾 毫无关注啊 就毫无在意这个事 对吧 那你说你看到这个人 或者看到这个人的观点之后 那你可能就当没看见 你都不会在意 对吧 那为什么有的人说 哎 我过来 我看见这段话 非常的气愤 我过来会 会过急的来 哎呀 这个就来批评几句 骂几句章话 对吧 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在意 你根本就连 连骂他都懒得骂 但是为什么现在你会骂他呢 对吧 你会对他有意见呢 对吧 只能说你对某个人的观点 或者某个人 你还是有所期待的 对吧 你原计划是说 想是从他那里获得一些 观点里呀 他说的东西获得一些什么 但是结果 我们短期 就是短期就验证结果了 但是你看没有 他说的是错的 或者你想得到的没得到 对吧 然后你才有点这个气急败坏啊 抱怨 好 攻击他一下 或者是 对吧 说几句章话 这是大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 也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这个网红大师啊 或者这个预测住家的专家 在江湖中 或者在我们这行业存在 有有意义吗 他的意义是什么呀 对不对 呃 这是我给大家分两方面来说啊 第一方面 如果说你 你说他没有意义 但是你去看呢 这些预测住家的这些 无数是江湖大师专家也好 对吧 是不是都有好几百万粉丝 还有众多信徒 那你说没有意义 那哪来这些粉丝 这些信徒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啊 然后呢 你去看这些所有的大专家 小专家咱不提 咱就挑大的来 挑标杆来 标软来 这些所谓大的专家网红 你看他的评论区里哈 永远有两类人 对吧 永远有两类人 一类呢 就是喷 喷的哈 咱所谓的就是网络上说 小黑粉 一类就是喷的 一类就是真粉 真爱呀 真粉是另外一个 黑粉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就是你看就 最你就是 再怎么就一个圣人 都是褒贬不意 都是有有骂的 有捧的 这些也一样 所有的事物都一样 呃 为什么呢 第一点啊 首先呢 捧的人 这类人呢 就是说 他肯定是在遇到一些 不知所措的时候 然后正好他的观点 就跟 呃 他所追逐的一些大师 网红的观点 相契合 相重合了 啊 相重合来 他就觉得哎呀 你看我想的 像那么有名的大师 跟我想的一样 他心里就舒坦了 心舒坦了 心就舒坦了 呃 然后呢 呃 这里呢 然后他就会 对吧 就是不断的追随 追随这位大师也好 神明也好 呃 这下面 就是咱 对于养猪人 来举个例子 养猪呢 住价有高有低 我们现在就 就举个例子 养猪猪 我那这个 现在住价 好像就比较低 比较低名